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有三条令人兴奋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酷派最新的酷60手机现已上架 搭载紫光展锐T760处理器 支持5G网络 售价仅为739元 这款手机不仅性能强劲 还配备了6.517英寸 90Hz水滴 LCD屏幕 和13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 性价比非常高 接下来 我们关注到印尼智能手机市场的最新动态 根据Counterpoint的报告 Vivo凭借改善后的分销渠道和积极的营销策略 重夺市场冠军宝座 市场份额达19.2% 小米紧随其后 出货量同比增长55% 而Auto和三星则因低端市场出货量减少而有所下降 最后 我们来看一看Vivo最新发布的X100S手机评测 这款手机以其轻薄的直屏设计和强大的影像性能 赢得了许多用户的喜爱 搭载了联发科天机9300加处理器和自研蓝图影像芯片 VR X100S在性能和影像上都有出色表现 特别适合影像爱好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 酷派新款酷60手机现已上架 这款手机以739元的价格提供了6G加256G的配置 搭载紫光展锐T760处理器和4900mAh电池 工信部及京东规格信息显示电池为4500mAh容量 并配备USB Type-C接口充电 酷60拥有6.517英寸720P90Hz水滴LCD屏幕 支持5G网络 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和前置500万像素摄像头 此外 该手机还具备软件扒开和应用分屏等特色功能 并提供三种配色供选择 网易 根据Counterpoint披露的最新智能手机追踪报告 2024年第一季度印尼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4% 其中Vivo 小米和Auto分别占据前三名 Vivo以19.2%的市场份额重登冠军宝座 主要依靠Y系列手机的强劲表现和线上促销活动 小米紧随其后 出货量同比增长55% 通过快速迭代更新机型和提供价格优惠 牢牢占据200美元以下价位段的领导者地位 Auto和三星则位于第三 第四名 出货量因低端市场低于200美元减少而下降 Realm排名第五 所有价位段的出货量均有所下降 2024年第一季度 200至399美元的终端市场同比增长37% 5G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77% 网易 Vivo X100S在智能手机市场中引起轰动 以其轻薄设计和强大影像功能吸引了大量关注 X100S首次在X系列中采用直屏设计 机身厚度仅为7.8毫米 重量为203克 配备了6.78英寸8T LTPO屏幕 影像方面 X100S采用了5000万像素超感光 VCS仿生主摄 6400万像素 蔡司超级长焦 和5000万像素超视野超广角三摄组合 还配备了Vivo自研蓝图影像芯片VR 性能上 X100S搭载了联发科天机9300加旗舰5G生成式 AI移动芯片 安兔兔跑分接近225万 游戏原神 测试中温度控制在42.3摄氏度 此外 X100S内置5100毫安时电池 支持100W快充 实际充电时间为32分钟 综合来看 Vivo X100S在性能 影像和设计上表现出色 是4K价位中最值得购买的影像旗舰 新华社报道 5月18日 中国科学院第二十届公众科学日活动正式启动 这次活动为公众提供了一次 与大科学装置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让人们走进神秘的科研实验室 亲眼目睹科学家掩饰神奇的科学现象 活动期间 中国科学院的百余各科研院所和院署高校敞开大门 迎接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到来 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包括参观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体验美丽化学 探索声音奥秘 畅游纳米世界等 让公众近距离接触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此外 院士们也积极参与科普讲座 在线问答和互动交流 向公众讲解最新的科研成果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河北石家庄的一家化工企业 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最近在TikTok上意外走红 该公司通过一段展示企业园区和产品的视频 在TikTok上收获了百万次播放 引发了甘胺酸风潮 公司董事长张建飞表示 这次走红完全出乎意料 但也为公司带来了新的业务发展机会 原本公司是想通过TikTok等海外平台 寻找潜在客户 但意外走红 不仅提高了品牌的海外知名度 还引起了终端客户的注意 张建飞认为 老牌企业可以尝试新媒体 突破传统思维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他还提到 甘胺酸熬合物 在海外市场有很大的潜力 公司计划加大研发力度 推出适合个体的产品 网易报道 吉月宣布V1.5.0版本全量推送 此次更新是吉月01迎来的第六次OTA升级 涉及智能驾驶和智能泊车等多个方面 此次更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吉月PPA制驾 新增覆盖100个城市的复杂城市道路 使其累计覆盖全国105个城市 这次大规模扩展 是基于BF加OCC加Transformer的高阶制驾完整体系 大幅提升了纯视觉制驾 应对异形障碍物识别和场景泛化能力 此外 百度在Apollo Day 2024发布会上宣布 其自驾技术产品AMP3将升级为ASD Apollo Self Driving 并将在吉月全系车型量产首发 这将为用户带来全新的自驾体验 同时也标志着吉月在智能驾驶技术上的进一步突破 网易报道PP-Link推出了全新的PLIPC679 VA43目摄像头 这款设备融合了双目拼接的400万像素固定枪机和一个300万像素云台球机提供了广泛的监控视角和高分辨率的全景拼接画面 双目摄像头的分辨率达到34881088的32比10全景画面 而云台球机则能够水平旋转-142.5度到142.5度 垂直旋转2度到-90度 持续跟踪入侵的人或车辆提供特写画面 摄像头还配备了大功率红外LED灯和暖光灯 支持红外全彩和人形侦测全彩三种夜视模式 并提供双向语音对讲功能 PLIPC679 VA4具备IP66级防尘防水功能 支持智能移动侦测 越界侦测自动录像和告警等功能 存储方式包括512GSD卡 云存储和NVR存储 网易报道 三星GalaxyBook 4 Edge Pro笔记本的更多细节信息被泄露 根据德国科技媒体WinFuture记者Roland Quant的报道 三星官网的PDF文件列出了 GalaxyBook 4 Edge系列的三款型号 14英寸和16英寸版本的GalaxyBook 4 Edge 以及16英寸的GalaxyBook 4 Edge Pro 都配备了12核处理器和16G内存 16英寸版本的电池容量为61.8WH 续航时间可达22小时 该系列笔记本搭载骁龙X-ELITE处理器 NPU算力最高达45TOPS 并且确认两个USB Type-C接口均为USB4规格 博主Evan Blass也放出了更高清的 GalaxyBook 4 Edge Pro渲染图 进一步增加了对该系列笔记本的期待 网易报道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 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直播电商规范经营提升行动 旨在整治直播电商中的虚假宣传 违法广告 价格欺诈等问题 并规范网络主播带货行为 该行动将从2024年5月起持续至2026年12月 通过健全监管机制 夯实监测基础 加强监督管理和提升服务质量等举措 优化直播电商的发展环境 行动计划包括建立全省直播电商合规指引体系 营造公平有序的网络直播市场环境 并打造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示范典型 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直播电商平台和直播间的管理规范 建立跨部门协作监管机制 全面摸牌直播电商各类经营主体 探索合规管理试点 强化事前防范和事后处置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并推动直播电商企业加强商标品牌建设 培育具有影响力的商标品牌 网易 在美国 科技巨头们如英伟达 Meta 微软和亚马逊 正遭遇投资者的冷遇 大卫 泰珀领导的对冲基金 Apple Lusa Management 在一季度大幅减持这些科技公司股票 减持比例惊人 而巴菲特也开始减仓 他的一号重仓股苹果 这些巨头们为何突然不再受宠 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投资者们似乎在重新评估 这些公司的未来增长潜力 或许是因为市场对科技股的高估值 感到担忧 亦或是对未来科技行业的增长前景 产生了疑虑 网易 荣耀手机宣布 其最新的荣耀200系列手机 将于5月27日发布 并展示了新机的外观设计 视频显示 这款手机采用了长圆形相机模组 和拼接设计的背面 边框弧度设计独特 除了此次展示的配色 荣耀200系列还将推出白色 粉色和黑色款 荣耀与法国雅固摄影工作室合作 提升了影像技术 手机拍摄的代言人杨杨的照片上 水印也换成了全新的雅固图案 荣耀200系列将配备青海湖电池 支持100W快充 并搭载骁龙8系次旗舰平台 主摄和长焦镜头的配置 也非常强大 腾讯 柯大逊飞四川公司总经理 朱伟杰在2024投资成都招商大会上表示 大模型的商业落地 是当前国内创业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朱伟杰认为 大模型的盈利关键在于 对个行业的负能 成都作为软件名城 拥有大量中小企业 具备规模优势 有利于大模型的探索和应用 成都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为大模型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而这些软件企业 借助头部大模型的算法 可以展开大量的行业应用 朱伟杰对成都大模型产业的发展前景 非常看好 认为其涵盖教育 医疗 办公和政府治理等多种应用场景 柯大逊飞也将加大在成都的投资 进行从基础算力到 研发应用的全面布局 网易报道称 苹果公司计划于明年 推出一款全新的iPhone 17 其设计将明显更薄 并且可能成为苹果产品阵容中的 最高端机型 价格高于目前的Pro Max机型 这款新设备 预计将进行类似于 iPhone X的重大重新设计 可能包括将后置摄像头 从左上角移至顶部中心 以及一个更窄的灵动导 屏幕尺寸将在6.1英寸到6.7英寸之间 其他潜在功能包括 铝制底盘 A19芯片和改进的前置摄像头 苹果不打算在明年发布 iPhone 17 Plus 因此产品阵容仍将由4款机型组成 这一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 供应链分析师Jeff Pooh 和显示行业专家Ross Young 也曾提到过 这款设备的6.5英寸屏幕设计 网易报道 5月16日 高河汽车母公司华人运通 与IOTO集团 正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为高河汽车的未来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IOTO集团计划投资超过10亿美元 支持高河汽车的重组工作 这次合作涉及制造合作 股权并购 技术合作 品牌与市场营销整合 供应链和生产制造的整合 等多个方面 华人运通对这次合作寄予厚望 已经开始进行团队附建 和恢复生产准备工作 IOTO集团 在清洁能源汽车动力总成 和电机系统领域 拥有众多专利技术 将全力支持高河汽车 尽快完成重组工作 高河汽车在今年2月 曾宣布停工停产 引发业界关注 但能否在激烈的新能源车市中 重新站起来 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网易报道 5月18日 IOTO开始为Find X7 Ultra手机 推送628版本更新 后置主摄新增2500万像素超清模式 支持Ultra HDR格式照片的拍摄与查看 照片模式后置主摄新增超清 出图 超光影引擎 会从全分辨率图像中 挑选出细节最丰富的部分进行融合 并输出高达2500万像素的图像 大幅提升图像清晰度 Find X7 Ultra卫星通信版系统 本次升级的系统版本号为625 经网友测试 Find X7 Ultra在自动 大师 人像 夜景模式下拍摄的12MP25 MP JPEG照片 已经支持Ultra HDR格式 且在Chrome浏览器 谷歌相册 Instagram等应用中可以正常显示 此外 1加12手机也于昨晚同期推送801版系统更新 同样获得了Ultra HDR照片支持 Find X7标准版手机即将推送的603版本更新 也将获得2500万像素模式与Ultra HDR支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AI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 和其对社会的影响 被一位AI教父的计算机科学家 Jeffrey Hinton呼吁英国政府建立全民基本收入 以应对AI技术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他担心AI会夺走大量简单的工作 建议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来公平分配AI带来的财富 Hinton还对自主AI的发展和未经监管的军事用途表示担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G技术的潜力 肯特大学的教授John Lo Wang在北京的一个技术会议上表示 5G技术被过度炒作 并未达到垂直行业的需求 然而他认为6G技术可能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能够实现全息沟通和数字双胞胎 这些技术可以模拟人类行为和思维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人工智能风险的专家意见 一份由加拿大的Yoshua Banjo主持的报告指出 专家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尚未达成共识 AI的发展轨迹非常不确定 报告警告 AI可能带来包括欺诈 虚假信息 网络攻击和偏见等风险 并强调人类可能会失去对AI的控制 这份报告在首尔的全球AI峰会前发布 引起了广泛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BBC报道 人工智能之父杰弗里 辛顿教授表示 政府需要建立全民基本收入 以应对人工智能对不平等的影响 辛顿教授在接受BBC新闻之夜采访时指出 随着AI取代大量单调的工作 给每个公民固定金额的现金福利改革将是必要的 他曾向唐宁街的官员建议 全民基本收入是个好主意 因为尽管AI会提高生产力和财富 但这些财富将流向富人 而不是那些失去工作的普通人 这对社会将非常不利 辛顿教授还警告称 AI可能在未来5到20年内 带来人类灭绝级别的威胁 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不愿意限制军事领域AI的使用 而技术公司在快速开发产品的竞争中 可能不会投入足够的努力来确保安全 南华早报报道 在中国的一次科技大会上 英国专家江州王教授表示 尽管5G通信技术被过度炒作 但6G可能会实现其前所未有的革命性承诺 江州王教授指出 5G时代尚未出现对普通消费者有重大影响的应用 也未广泛应用于垂直行业 相比之下 正在开发的6G技术 有望革命性地解决5G无法完全服务的垂直行业问题 6G网络预计将比5G快100倍 网络延迟将从毫秒级减少到微秒级 6G技术可能会带来沉浸式通信 超大规模连接 极高的可靠性和低延迟 AI与通信的整合 感知与通信的融合 以及无处不在的连接 江州王教授在北京的会议上提到 6G网络将深度整合物理和数字环境 创造一个智能连接的新世界 可能使全息通信等服务成为现实 多伦多星报报道 一份由加拿大人工智能专家约书亚 本级澳主持的国际报告指出 专家们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没有达成共识 AI的未来轨迹极不确定 这份报告在去年由英国主办的 AI安全峰会上委托编写 75位专家参与了报告的撰写 包括来自30个国家 欧盟和联合国的专家小组 报告指出 尽管当前的通用 AI技术不会导致人类失控的风险 但一些专家认为 正在开发的自主 AI可能会导致这种结果 专家们在多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包括大规模劳动力市场影响 AI驱动的黑客攻击或生物攻击 以及社会失去对通用AI控制的可能性 报告还强调了 AI在虚假内容 虚假信息和欺诈方面的危害 以及在医疗 招聘和金融贷款等高风险领域的偏见风险 Yahoo US报道 最近在俄克拉河马城举行的 NBA比赛和俄克拉河马大学春季橄榄球比赛中 观众们享用了各种小吃和餐点 然而 并非所有食物都被吃光 这些剩余的食品通过一个名为 Go See the City的技术平台 被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这个平台由塔尔萨居民 Anna Shai Smith创立 旨在帮助餐馆 竞技场和体育场将为使用的食物 捐赠给致力于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的 非营利组织 通过与Levy餐饮集团的合作 PayCon中心竞技场的剩余食品 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的非营利组织 这一举措不仅减少了浪费 还为社区提供了大量餐食 Michigan Avenue Baptist Church的Amy Willoughby表示 这些捐赠的食品 为教会和周边社区的儿童提供了餐食 并帮助了无家可归者 需要帮助的家庭和寄养家庭 Toronto Star的记者Alex Boy 收到了一条来自Emma的短信 邀请她讨论一个高薪低承诺的工作机会 尽管Emma声称通过大数据找到她的号码 但当Alex询问细节时 Emma变得防备 最终认为她不适合这份工作 这段经历揭示了短信诈骗的运作方式 通过初步的接触 确定目标是否有兴趣 然后逐步引导他们进入骗局 专家指出 这类诈骗在最近几个月激增 原因包括诈骗者感受到经济压力 以及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来完善他们的操作 加拿大反诈骗中心的数据表明 短信诈骗导致的财务损失正在增加 2023年通过短信诈骗 从加拿大人那里骗取的金额几乎翻了一番 Alex决定深入了解这些骗局 最终揭示了诈骗者如何通过 让受害者感到困惑和羞愧 来增加他们的成功率 Guardian报道 去年夏天 好莱坞的编剧和演员罢工 导致了历史性的变革 但对行业的影响仍在持续 编剧和演员在罢工中取得了更好的薪酬 但也面临着更少的工作机会 罢工期间 估计经济损失达60亿美元 凸显了娱乐行业正在经历的痛苦转型 罢工的原因包括 从传统媒体向流媒体的转变 以及人工智能的兴起 尽管工会在与制片公司的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胜利 例如 要求披露使用AI生成的材料 但对AI的担忧仍然存在 SigAftra的全国执行董事 Duncan Crabtree Ireland认为 他们在AI问题上的协议 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尽管合同并不完美 但工会成员普遍对结果表示满意 并且罢工激发了行业内部的团结和工会支持 未来 视频游戏演员的合同谈判 可能会再次引发罢工 但去年夏天的事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继续对好莱坞产生深远影响 多伦多星报报道 加拿大在电动汽车EV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但存在一个薄弱环节 两个月前 本田汽车公司宣布将在安大略省建设价值 150亿加元的电动汽车工厂 而加拿大早已超越中国 成为全球锂离子电池供应链的潜力国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指出 加拿大在制造和生产方面的持续进步 以及强大的环境、社会核治理、ESG、资质 使其在电池供应链的形成中处于领先地位 加拿大的电动汽车生态系统 包括电动汽车装配、电池及其组建制造 电池回收行业和电动汽车研发 尽管加拿大的电动汽车生态系统多样 但其薄弱环节在于对理、液、石墨、骨合同等 关键矿物的获取不足 政府和采矿业需要在未来几年内提高矿物产量 以赶上新电池工厂的投产时间 然而,国际能源署IEA预测 到2030年,电动汽车将占全球汽车销量的60%以上 加拿大在全球电动汽车制造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多伦多星报另一篇文章指出 加拿大企业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的使用正在增长 但商业领袖应谨慎对待不佳选择的使用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七分之一的加拿大企业在2024年第一季度 已经使用或计划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哈佛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研究显示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提高生产力和质量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例如,BCG的实验表明 使用AI辅助的顾问工作速度提高了25% 质量提高了40%以上 然而,研究也警告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存在风险 例如数据安全、人类偏见和自主决策的潜在威胁 企业需要培训员工有效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并管理其风险,以最大化生产力收益 正确实施人工智能可以为加拿大企业创造巨大价值 若能解决其风险并发挥其优势 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前景将十分光明 《卫报》报道 OpenAI的一名前,高级员工表示 该公司在优先考虑闪亮产品而非安全问题后辞职 Jan Lake是OpenAI的关键安全研究员 他在X前身为Twitter上发帖称 OpenAI的安全文化和流程已被闪亮产品所取代 Lake的辞职是在公司推出最新AI模型GPT4O后几天发生的 他指出与公司领导层在优先事项上的分歧已达到临界点 他呼吁OpenAI应在安全、社会影响、保密性和安全性方面投入更多资源 OpenAI的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回应称 公司承诺在这些方面做更多工作 国际AI专家小组发布的一份报告也警告 强大的AI系统可能逃脱人类控制 监管机构可能会被技术进步的速度甩在后面 Lake的警告凸显了在快速发展的AI技术面前 确保安全和道德的重要性 Guardian Yahoo US 在Yahoo US的独家专访中 Fundamental Films的主席高群耀和CEO华伊威在嘎那电影节上 谈论了他们的新战略 作为疫情前最大的中国买家之一 Fundamental Films也是旅客 背松的Europa Court的投资者 并与这家法国工作室有长期的输出协议 将其电影在中国上映 最近 他们与Yuta签署了代表协议 以拓展制作、发行和投资机会 高群耀表示 中国市场正在寻找新的和不同的东西 尤其是在疫情前后 中国观众变得更加年轻 并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 他认为 只要有强大的故事和良好的营销 中国观众还是会感兴趣的 尽管中国电影的制作标准 在过去几年中大幅提高 高群耀仍希望通过制作中国电影 并将其带向世界 来进一步参与国际市场 Fundamental Films还计划重启 与Europa Court的国际合拍业务 并表示 他们正在开发带有中国背景和元素的故事 希望将中国文化传递给世界 Yota的合作将为Fundamental Films 在电影制作和发行方面提供战略支持 并帮助其识别全球 IP 新业务和技术投资机会 高群耀对AI和其他新技术 在电影行业的影响非常感兴趣 并通过其私募股权部门 投资了一些中国初创公司 以改进营销策略 Guardian Guardian的一篇文章 探讨了中国如何利用假新闻主播 来传播其宣传信息 这些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主播 在社交网络上散布国家支持的宣传内容 尤其是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 一段视频中 AI生成的主播将台湾总统蔡英文 比作空心菜 试图让选民对希望台湾 保持独立的政治家产生怀疑 尽管这些视频的效果远未达到完美 但随着技术的普及 这种视频的传播将继续增加 中国在2018年 首次推出了数字新闻主播 并在国内媒体市场进行了实验 尽管这些AI生成的新闻主播 在国内并未广泛流行 但中国仍在不断尝试将其用于信息战 其他国家也在尝试类似的技术 伊朗和伊斯兰国都使用了 AI生成的新闻主播 来传播他们的宣传内容 尽管目前这些视频的影响力有限 但专家认为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 这些AI生成的内容 可能会对选举等产生更大的影响 微软的研究人员指出 尽管目前还没有很多AI生成内容 对现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 但观众更容易被简单的伪造内容吸引 The Independent报道指出 神秘博士最新一集BOOM 虽然拥有出色的演员阵容 但整体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这一集有史蒂文 莫法克编剧 试图探讨人工智能的危险 宗教极端主义 和军火工业的邪恶等重大主题 但执行效果却显得模糊不清 剧情开始于烟雾弥漫的沙漠星球 Castarian 3 两名来自未来的圣战士 在这里展开冒险 新任博士 Cutie Gator的表现可圈可点 他在整个剧集中 展现了多种情感 甚至在随时可能爆炸的 闪光绿色记作上朗诵诗歌 然而 剧情中的逻辑漏洞 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让人不禁怀疑 莫法克是否在自我打脸 比如 博士一方面对宗教持敌对态度 认为其历史上 大多是军事化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又建议角色保持信仰 这样的矛盾让观众感到困惑 最终 博士揭露了战争背后的真相 原来是一家邪恶的军火制造公司 利用算法制造了虚假的敌人 以保持战争进行和公司利润 然而 这一集的结局让人感到不安 尤其是当小女孩Splice告诉博士 他接受父亲被原则化的事实时 博士的回应竟然是保持信仰 这样的结局让人感到不适 尽管演员们的表现出色 但剧本的问题让这一集显得格外不平衡 同样来自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前OpenAI领导人Jan Lake 在本周辞职后 对公司在安全问题上的态度 提出了严厉批评 她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OpenAI已经将安全放在了次要位置 优先考虑的是那些光鲜亮丽的产品 Lake指出 她加入OpenAI是因为她认为 这是进行AI研究的最佳场所 但她与公司领导层 在核心优先事项上存在长期分歧 最终达到了一个破裂点 她认为 开发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 是一项本质上危险的工作 公司应该更加重视安全和分析这些技术 对社会的影响 Lake的辞职 是在OpenAI联合创始人 兼首席科学家Lelis Sutzkever 宣布离职后发生的 Sutzkever 曾在去年秋天投票罢免 CEO Sam Altman 但随后又迅速恢复了她的职位 Sutzkever表示 她正致力于一个对她有意义的新项目 而她的职位将由Yalko Patrocchi接替 Altman对Pakakai的能力表示高度信任 认为她将引领公司在确保AGI 通用人工智能 汇集所有人方面取得快速和安全的进展 这些变动发生在OpenAI展示 其最新AI模型更新之后 该模型能够模仿人类语调 甚至试图检测人们的情绪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乌龙虎 今天我们将带来三则重要新闻 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这些突发事件的最新进展 首先 中国农业部长 唐仁健被调查的事件 这位曾经在 温家宝总理手下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中央经济文件的得力助手 如今正面临着调查风波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英国 据政府高层人士透露 俄罗斯和中国 正在利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号 来操控英国的舆论 特别是针对以色列 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政府的捍卫民主工作小组 正在寻求对策 以应对这些外国势力散布的 阴谋论和虚假信息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台湾 台湾即将上任的总统赖清德 从一个矿村的工人家庭 走到总统府 他的坚韧和决心令人敬佩 在面对中国日益加剧的威胁时 赖清德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成为台湾未来的一大看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重磅新闻 中国农业部长唐仁健被调查的事件 这位曾经在温家宝总理手下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中央经济文件的得力助手 如今正面临着调查风波 这次唐仁健的下台 是否会波及到曾经的顶头上司 温家宝呢 还有温家宝家族的腐败情况 又是如何呢 让我们一同来看看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唐仁健的光辉履历 他可是温家宝总理时期的得力助手 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文件 可谓是总理身边的笔杆子 此外 唐仁健还曾担任中央财政办公室副主任 和中央农村小组副组长 这两个单位可是实权部门 中央财政办公室主要负责国家的财政政策制定和监督 而中央农村小组则负责全国农业和农村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唐仁健在这些重要岗位上的表现 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他在中央财政办公室协助制定了许多重要的财政政策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在中央农村小组 他更是深入农村一线研究农业问题 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建议 这些工作正是温家宝当副总理总理时候负责的重点领域 唐仁健的仕途之路始于1983年8月 从四川财经学院及县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后 他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工作 从一名政策法规司的科员做起 他一步一脚印地在农业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声望 直到1998年9月 被选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组助理巡视员 两年后升任巡视员 2006年 唐仁健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并同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3年 他再兼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主长 在这些重要岗位上 唐仁健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和政策制定能力 然而正所谓越赢则亏 水满则易 唐仁健这次的落马 难免让人唏嘘 据知情人士透露 唐仁健的调查 与他在农业部任职期间的某些经济问题有关 具体细节目前尚未公布 但据说涉及到农业补贴的发放 和农业项目的审批 这些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我们只能等待进一步的官方消息 但不论如何 唐仁健的下台 无疑为中国的政坛投下了一颗中磅炸弹 那么唐仁健的调查是否会波及到温家宝呢 毕竟两人的关系可是相当密切 温家宝总理在位时 唐仁健可是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如今唐仁健落马 难免让人联想到温家宝是否也会受到牵连 在这里 我们不妨来看看温家宝家族的腐败情况 根据多方报道 温家宝的家族在他任期内累积了巨额财富 虽然这些指控大多是传闻 但其家族成员参与的商业活动 确实不少 这些活动是否涉及到腐败 至今仍是个谜 但可以肯定的是 温家宝家族的财富问题 已经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美联社报道 缅甸西部若开邦的一个强大民族武装组织 宣称已占领了靠近孟加拉国边境的一个城镇 这标志着反对缅甸军政府的势力 再次取得胜利 被军方暴力迫害的穆斯林罗辛亚人 再次成为主要受害者 他们纷纷逃离不敌当阵 若开军发言人表示 他们已占领了该阵 并正在追击撤退的军队 尽管若开军否认了纵火的指控 但罗辛亚活动人士声称 若开军向学校和医院开火造成伤亡 罗辛亚人长期以来在缅甸境内受到歧视和迫害 2017年大规模暴力事件 导致约74万人逃往孟加拉国 尽管若开军和罗辛亚人曾曾是敌对关系 但自2021年军事政变后 两者在反对军政府的立场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 每日电讯报报道称 俄罗斯和中国推广 推广辛巴勒斯坦的网络影响者 来操纵英国的公众舆论 试图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中制造分裂 政府消息人士称 许多辛巴勒斯坦的社交媒体账号的粉丝都是虚假的 这些虚假账号的互动会放大辛巴勒斯坦的声音 从而影响更多用户 安全部门也担心 关于加沙战争的虚假信息传播 以及敌对国家的介入 政府成立的保卫民主工作组 正在研究如何应对这些威胁 分析人士指出 俄罗斯通过虚假账号推广辛巴勒斯坦内容 目的是转移公众对乌克兰战争的注意力 并在英国社会中制造分裂 研究发现 许多辛巴勒斯坦的社交媒体账号 有大量虚假粉丝 这些账号的言论激化了穆斯宁 和犹太社区之间的关系 微报报道 台湾即将上任的总统赖清德 从一个旷工家庭走到了台湾政坛的顶峰 赖清德出生在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山村 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因旷难去世 母亲独自抚养七个孩子 赖清德的坚韧和决心 使他在台湾政治中展露头角 并最终成为台湾的第五任总统 赖清德的童年好友回忆 他小时候梦想成为村长 但后来目标变得更大 赖清德在学生时代就对政治充满好奇 阅读了许多质疑当时政府的书籍 尽管赖清德被认为是深绿阵营的一员 主张台湾独立 但他在最近的竞选中表现得更加务实 强调团结和保护台湾的安全 分析人士认为赖清德的立场 可能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量 他在面对中国威胁时将面临多重挑战 Yahoo US 报道 模特和电视名人Krissy Tagan 最近登上了帝国大厦参加JBL Fest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 Tagan穿着一双来自Saint Lauren的波点高跟鞋 搭配蕾丝胸衣和羽毛短裤 外加一件超大号牛仔西装外套 这一时尚造型由Alana Van Dara设计 此前在体育画报泳装特技发布会上 Tagan穿了一双来自巴黎德州的闪亮凉鞋 作为音乐家John Legend的妻子 Tagan在活动中帮助点亮了帝国大厦 为JBL的Party Box音箱发布会拉开序幕 他所穿的Saint Lauren Zoe高跟鞋 以丝绸制成 黑色布料上点缀着白色波点 细高跟设计让他的整体造型更加迷人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最后一批大熊猫即将返回中国 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将于今年年底送回四只大熊猫 自去年11月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将三只大熊猫送回中国后 亚特兰大的大熊猫成为美国仅存的熊猫家庭 26岁的伦伦和杨阳自1999年起在亚特兰大生活 期间生育了七只熊猫 其中包括现年七岁的双胞胎亚伦和喜伦 动物园表示 这四只熊猫将在第四季度返回中国 但具体日期和运输方式尚未确定 去年华盛顿的三只熊猫通过联邦快递的货机飞往成都 旅途中有两名动物园工作人员陪同 亚特兰大动物园计划在熊猫离开前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并表示一位保护野生大熊猫贡献了超过1700万美元 虽然美国可能在今年夏天迎来新的熊猫 但还未确定具体时间 如果在亚特兰大的大熊猫离开前没有新的熊猫到来 美国将首次在超过50年的时间里没有大熊猫 Sydney Morning Herald在墨尔本西郊的一座奶油砖教堂里 来自图瓦鲁的移民们在唱诗班中用他们的母语 图瓦鲁语进行礼拜 这是一种全球仅有13000人会说的波利尼西亚语言 图瓦鲁这个太平洋上的小国正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这使得它成为了气候变化的警示标志 图瓦鲁的侨民在澳大利亚的数量很少 但这个数字即将增加 最近图瓦鲁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协议 每年允许Amber 80 名图瓦鲁人移民澳大利亚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因气候变化威胁而提供重新安置权利 图瓦鲁总理菲莱提特奥表示 这项条约完全是图瓦鲁政府的倡议 但这也让许多图瓦鲁人面临艰难的选择 是留下还是离开 如何在面临消失的家 园中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Yahoo US丹佛的澳大利亚小区的支持 巴勒斯坦的抗议者营地已经在星期六被移起 清理工作已经开始 尽管如此 小区的大部分区域仍然受到限制 这个营地最早是在4月25号开始的 位于Tivoli草坪 Fox31在星期五 与一些正在打包的抗议者交谈 其中一位表示 抗议活动将在其他地点继续 另一位则说 他们因为暑假而离开 根据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中心的说法 草坪和校区内的所有绿地将暂时关闭 以进行维修和其他工作 校区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抗议者给校区造成了总计29万美元的损失 但具体数字未被公开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电影《大都会》的创作历程 这部电影被称为他的梦想之作 科波拉在贾纳电影节首映后 表达了他对自由和未知的追求 他认为只有敢于跳入未知 才能证明自己是自由的 尽管《大都会》被一些人称为疯狂的 自我资助的赌博 但科波拉坚持认为这是他40年追求的作品 只惜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改进和未来的可能性 电影中 亚当·德赖弗饰演的凯撒·卡蒂莉娜 能够在未来的纽约中停止时间 这一角色象征了科波拉对时间和创新的思考 尽管《大都会》面临许多批评和商业前景的质疑 但科波拉毫不犹豫地投入了1.2亿美元的自由资金制作这部电影 他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激发人们对社会改进的讨论 Yahoo! US报道了国际米兰俱乐部主席张康阳的声明 他表示俱乐部的财务稳定性正受到投资基金像素资本的威胁 由于疫情期间俱乐部财务状况恶化 国际米兰在三年前与像素资本达成了一项2.75亿欧元的紧急贷款协议 但现在面临偿还近4亿欧元债务的最后期限 张康阳称尽管他们多次尝试与像素资本达成友好解决方案 但对方的法律威胁和缺乏实质性参与使得俱乐部的稳定性面临风险 苏宁集团可能会失去对俱乐部的控制 像素资本有可能接管国际米兰 尽管苏宁集团曾接近与另一家美国基金PIMCO达成融资协议 但目前看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CNN分析了今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共和党的优势 尽管民主党在候选人质量上占优 但选举基本面和地图对共和党有利 共和党只需竞争一席 即可在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控制参议院 如果不考虑总统选举结果 则需竞争两席 民主党面临的挑战在于 他们有23个席位需要保卫 其中8个席位所在州是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的 5个州特朗普目前领先至少5个百分点 尽管民主党候选人在一些关键州表现良好 但共和党在数学和地图上的优势 使得他们在今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占据有利地位 《悉尼城风报》报道 如果你匆匆路过纽约的卡里库恩 可能会错过这个小镇的魅力 虽然表面上看这里只有几座老旧的木建筑 但如果你停下来探索 你会发现卡里库恩酿酒公司 和Catskill Provisions等店铺 销售各种手工艺品和蜂蜜机酒 卡里库恩象征着 为什么卡茨基尔山脉成为纽约客的度假圣地 距离纽约市仅两个小时车程 这片郁郁匆匆的森林、河流和农田 为城市居民提供了逃离宣交的机会 同时保留了优质咖啡和购物的便利 比如南部20分钟车程的纳洛斯堡镇 主街两旁是古董店和一时尚书店 许多店主都是从城市来到这里的 他们无意中帮助复兴了这个曾经被认为过时的地区 卡茨基尔山脉现在焕然一新 像Urban Cowboy山间旅馆和Hasbrook House等新住宿地 以独特的方式展示了休闲奢华的生活方式 南华早报报道 美国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 在加利福尼亚州综艺权庆祝80岁生日时 收到了与试图推翻2020年亚利桑那州选举结果相关的起诉书 朱利安尼上个月与其他18名特朗普的盟友一起被起诉 试图将亚利桑那州的11张总统选举人票授予特朗普而非拜登 尽管其他被告已经被合、法送达 但朱利安尼却一直未被找到 直到周五晚上 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克里斯·梅耶斯在社交媒体上确认 朱利安尼在生日派对上被送达起诉书 朱利安尼在派对上享受着节日的气氛 甚至还唱起了弗兰克西纳区的《纽约》 《纽约》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法律的追踪 最终她在生日当天被送达了起诉书 雅虎美国报道 伊娃·朗格利亚在法国杂纳电影节的埃米利亚·佩雷斯红毯上 穿着一双银色的Christian Louboutin高跟鞋 成为瞩目的焦点 这双鞋子是Christian Louboutin Luby Queen Altaquan 具有厚重的平台和细高跟 设计灵感来自1950年代的pin-up女孩 朗格利亚的这双鞋子以银色定制 搭配它的红毯造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Louboutin品牌以其标志性的红色鞋底闻名 传递出奢华、感性和优雅的气质 Louboutin的鞋子不仅在红毯上备受青睐 其样品销售活动也成为抢手的热点 为追求高品质 鞋子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实惠的选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简报节目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坎城影展2024的精彩亮点 今年的坎城影展汇聚了超过30部影片 从好莱坞大片《Furiosa》《A Mad Maxxaga》 到大师级导演弗朗西斯·科波拉的《Meglopolis》 以及昆丁杜皮厄的喜剧《The Shaken Act》 让影迷们大饱眼福 影展将持续到5月25日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作品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票房方面的消息 帕拉蒙影业的动画电影《IF》预计首周末票房 将达到3150万美元 获得了观众和评论家的广泛好评 成为本周票房冠军 与此同时,迪士尼的《猿人王国》则以2500万美元位居第二 最后,我们来看看Netflix的新动态 Netflix即将推出改编自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 百年孤寂的电视剧 这让哥伦比亚小镇阿拉卡塔卡充满了期待 该小镇是马尔克斯的出生的 也是小说中虚构的马孔多镇的灵感来源 当地居民希望这部剧即能吸引更多游客 为小镇带来新的生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Deadline 报道 今年的嘎纳电影节以昆廷、杜皮厄的第二幕开幕 莱雅·赛杜和路易·加瑞尔主演 此次电影节的阵容包括好莱坞大片《弗里奥萨》 《疯狂的麦克斯传奇》 安雅·泰勒·乔伊和克里斯·海姆斯沃斯主演 以及凯文·科斯特纳的四部曲系列《地平线》 美国传奇的第一部 此外还有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大都会》 由艾玛·斯通主演的尤格斯·兰提莫斯的《善良之种》、保罗·施拉德的欧加拿大和安德里亚·阿诺德的鸟 著名导演如大卫·柯南伯格、贾张科、奥利弗·斯通等也带来了新作 电影节期间 Deadline 的影评覆盖了这些作品 包括阿尔蒙、鸟、被潮水捕获和圣诞前夜在米勒的点等 详细分析了每部影片的独特之处和导演的创作意图 Yahoo! US 报道,第八届阿拉伯电影评论家奖在嘎纳电影节期间揭晓 突尼斯导演卡乌瑟·本·哈尼亚的四个女儿和苏丹导演穆罕默德·科尔多法尼的《再见朱利亚》成为最大赢家 《再见朱利亚》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剧本 而四个女儿则斩获最佳导演、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奖 其他获奖者包括在《希望是个男孩》中表现出色的穆娜·哈瓦 她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而《教师》中的萨利赫·巴克里则被评为最佳男演员 此次奖项还新增了最佳短片类别 由穆拉德·莫斯塔法的《我向你保证的天堂获胜》 颁奖典礼由阿拉伯电影中心与MAD Solutions 国际新兴电影人才协会和NEFT国际新兴电影人才竞赛合作举办 评审团由全球超过200名电影评论家组成 美联社报道,2024年嘎纳电影节已经拉开帷幕 好莱坞明星齐聚法国李维埃拉庆祝这一年度电影盛世 每日的首映礼上,明星们优雅亮相 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 比如弗朗西斯·科波拉重返嘎纳 以及法国演员朱迪斯·戈德雷切和其他演员用手捂住嘴巴 呼吁关注法国的MeToo运动 明星们在日间的摄影活动中尽显活泼 如尼古拉斯·凯奇在宣传冲浪者时抛帽子的瞬间 导演们也赞扬嘎纳电影节对电影的庆祝和其提供的全球平台 科波拉在45年前的《现代启示录》席卷嘎纳后再次回归 保罗·施拉德也重返这一盛会 安雅·泰勒·乔伊和导演乔治·米勒在弗里奥萨 疯狂的麦克斯传奇首映礼上合影 展示了电影节的多样性和活力 Yahoo!US报道 派拉蒙影业的IF首映票房预计为3,150万美元 尽管观众反映热烈 但这部非IP家庭电影的开局票房并不高 略高于去年的皮克斯原创电影元素的2,960万美元 但低于2011年环球影业的Hub的3,750万美元 预发布预测IF的票房在3,800万到4,000万美元之间 但影院方面的预测最高为3,500万美元 好消息是首映观众给IF打出了A的CinemaScore评分 和85%的烂番茄评分 Post Track的评分也非常积极 家长评分为55 普通观众和儿童评分为4.55 随着阵王将士纪念日周末的到来 IF希望能吸引更多家庭观众 派拉蒙内部人士对口碑表示信心 认为IF可以像元素一样 从2960万美元票房开局一路走高至1.544亿美元 Yahoo!US报道 导演尤格斯·兰斯莫斯将再次与奥斯卡得主爱马斯通合作 拍摄新片Bugonia 这部电影还将由杰西·普莱蒙斯主演 他与斯通也出现在兰斯莫斯即将上映的Kinds of Kindness中 这部三章节电影刚刚在嘎那电影节首映 Bugonia讲述了两名阴谋论迷绑架了一家大公司CEO 认为他是要摧毁地球的外星人 剧本由《继承之战》和蔡丹的编剧威尔·特雷西撰写 Focus Features获得了该项目的国内发行权 环球影业将在全球范围内发行 韩国除外由寄生虫制作人CJ-ENM发行 兰斯莫斯的作品包括狗牙、龙虾、圣鹿之死、褚儿和可怜的东西 这部电影今年获得了11项奥斯卡提名 并赢得了包括斯通最佳女主角在内的4个奖项 Yahoo!US报道 梅丽莎·琼·哈特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 谈到了她从儿童电视节目转向戏剧角色的挑战 现年48岁的哈特表示 她喜欢在选择角色类型时混合搭配 但这需要时间来适应 她在儿童电视节目克拉丽莎解释一切 和女巫萨布丽娜中担任主角 这培养了她的喜剧技巧 她说喜剧表演需要大量的首饰和面部表情 特别是在尼克儿童频道上 转向戏剧角色对她来说是一个学习曲线 哈特的新项目是Lifetime电影《坏监护人》 讲述了一个小镇女子为父亲争取监护权的故事 哈特表示她被剧本吸引 并认为这部电影有点像永不妥协 除了继续在镜头前工作 哈特还在业余时间为世界宣明会组织工作 帮助赞比亚的贫困儿童 她目前已经资助了三名儿童 《坏监护人》将于5月18日在Lifetime频道首播 《卫报》报道 哥伦比亚小镇阿拉卡塔卡因Netflix改编的百年孤独而声名却起 这个小镇是著名作家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 也是他小说中虚构的马孔多的原型 阿拉卡塔卡位于哥伦比亚的塞拉内瓦达山脚下 距离加勒比海岸约20英里 这个人口只有4万的小镇 原本可能和哥伦比亚其他沿海内陆城镇一样 炎热 贫穷且默默无闻 但因马尔克斯的小说而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当地居民希望Netflix的改编 聚集能将阿拉卡塔卡变成像都柏林之鱼 詹姆斯 乔伊斯或斯特拉特福德之鱼 莎士比亚那样的文学圣地 虽然聚集并未在阿拉卡塔卡拍摄 而是在430英里外的伊瓦格进行 但当地人相信真正被聚集吸引的人 必定会来阿拉卡塔卡 感受马尔克斯所描绘的 哥伦比亚加勒比地区的热情和友爱 《卫报》另一篇文章 讲述了中国导演贾张科的 《芯片潮汐》的故事 这部影片通过一段 长达20年的失败爱情故事 展现了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巨大变革 影片中女主角乔乔赵涛氏 在新世纪之初 试图在北方城市大同谋生 遇到了音乐推广人斌 李竹斌氏 两人陷入一段痛苦的关系 乔乔随后展开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 沿着长江追寻宾的踪迹 影片展示了中国在千禧年后的巨大变化 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 爱国狂欢 三峡大坝的建设 以及新冠疫情的封锁等 贾张科通过乔乔的故事 反映了中国人在面对这些巨大变革时 所经历的牺牲和痛苦 展现了现代中国的复杂性和矛盾 《电讯报》报道了 在嘎那电影节上 巴勒斯坦团队呼吁 对种族灭绝的以色列进行文化抵制 尽管电影节主办方呼吁 不要在这个星光异异的活动上 进行政治争论 巴勒斯坦电影协会 还是组织了一天的反以色列活动 该协会指责以色列 进行无情的种族灭绝 并呼吁对以色列电影行业 和任何与以色列合作的组织 进行全面抵制 活动包括教导电影制作人 如何破坏以色列电影行业的工作房 以及呼吁停火和 默哀一分钟的公开活动 这些活动将在阿尔及利亚展馆举行 距离以色列展馆很近 因此今年的安全措施也有所加强 以色列团队表示 他们来此时为了电影和文化 希望这将是嘎那唯一的抗议行动 Guardian 尼什·库马尔·尼什·库马尔 回忆起他童年时最大的享受 是每月一次的披萨小屋之行 他的祖父在莱斯特经营印度餐馆 最后还开了一家典型的英国小餐馆 展示了文化融合的胜利 库马尔对食物的热爱无所不包 从驯鹿鹰京到脑马萨拉 再到日本的某些贝类 他都敢尝试 他曾在秘鲁一家可疑的路边咖啡馆吃饭后 在镜头前上厕所 体验了一把消化系统的俄罗斯轮盘堵 他梦想参加YouTube节目Hot Wants 尽管他知道自己不如詹妮弗·劳伦斯出名 但他只想尝试所有的辣酱 库马尔认为 尼安豆和大卫·阿腾伯勒 是唯一能团结这个日益分裂的国家的东西 尽管他尝试减少外出就餐 但美食的诱惑太大了 他最喜欢的食物是秋葵 因为他让他回忆起童年 饮品则是吉尼斯啤酒 红酒或姜汁啤酒 他做的鸡肉咖喱只能算C家 但至少不是罐头食品 Yahoo US 克劳德·巴拉斯 Claude Barris的定格动画电影《野蛮人》 以引人入胜的开场景象 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黏土森林 随后被伐木和污染破坏 影片讲述了法国工人 在印尼婆罗州岛上建立游宗种植园 与居住在雨林中的彭南部落的冲突 虽然工人们称彭南人为野蛮人 但巴拉斯的影片通过对殖民主义 和无节制资本主义的猛烈抨击 揭示了真正的野蛮行为 影片的主角凯利亚 Kiria是一个果农的女儿 她救了一只小猩猩 但最初只是把她当作玩具 随着她深入了解她母亲的彭南族背景 她逐渐认同部落 并加入他们的抗争 影片通过凯利亚的视角 展示了她从一个普通的手机 迷到部落支持者的转变 强调了保护家园的重要性 Guardian 2024年的好莱坞票房 似乎迎来了大规模的失败 传统上 5月的第一个周末 是夏季电影季的开始 通常由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主导 然而 由于去年好莱坞罢工 原定于5月3日上映的 《死士与金刚狼》 被推迟到7月 给了环球影业的动作喜剧 《堕落者》一个机会 尽管有瑞恩·高斯林 和艾米丽·布朗特的明星效应 《堕落者》在美国的首周末票房 仅为2700万美元 全球票房也仅为1.08亿美元 尽管观众评分不错 但电影未能吸引大批观众 这反映了当前电影市场 对知识产权 IP的依赖 相比之下 去年夏季的票房冠军巴比 和奥本海默 展示了观众对新鲜事物的渴望 而今年的票房 则被一系列续集和IP驱动的电影占据 显示出好莱坞 在创新方面的谨慎和同质化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的新闻 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宣称 通胀已经下降到2.1% 这是英国经济反弹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 工党指出 实际工资比全球金融危机前还要低 生活成本仍然高企 这对保守党 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 能否获得选票提出了挑战 接下来 我们看看澳大利亚的老牌财务服务公司 Perpetual 由于股价在五年内下跌了40% 这家公司即将被拆分 尽管通过一系列收购 扩大了管理资产 但指数基金和养老金基金的崛起 压缩了公司的利润空间 最后 我们来到中国 东京初创公司 OneDOT 获得了包括日本知名企业 Unicharm和Soso创始人前则有作的基金 在内的二亿日元资金支持 这笔资金将用于扩展其宠物用品配送服务 计划在中国更多城市设立配送中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 在2023年初设定的五个目标中 仅实现了一个将通胀率减半 尽管消费者价格增长 预计将降至2%左右的目标 并达到自2021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苏纳克仍面临说服选民的挑战 英国在19个月前 经历了41年来的最高通胀率11.1% 如今通胀率的快速下降 可能促使英国央行在下月削减利率 从而缓解抵押贷款 借款人和企业的成本 然而 尽管苏纳克和财政大臣汉特 只向最近的经济好转 工档的焦点却在于 实际工资水平 仍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食品价格在三年内上涨了约30% 这使得选民对当前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 心存疑虑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 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的 138年老牌公司Perpetual的解体 显示出快速扩张 未必能带来股东回报 尽管Perpetual在2019年到2023年间 通过一系列收购将管理的资金 从270亿澳元增加到2000亿澳元 其股价却在过去五年内下跌了40% Perpetual试图通过扩展规模 应对行业挑战 但收购案的成效参差不齐 尤其是对Pandale的收购被认为价格过高 尽管Perpetual在面临来自指数基金和养老金基金的激烈竞争中 试图通过有机增长来维持业务 但分析师认为其长期挑战依然存在 主动型管理基金难以一致地超越市场表现 Nike Asia报道 总部位于东京的初创公司 One Dot在中国推出了宠物用品配送服务 并从包括Zozo创始人前则有座基金在内的投资者那里 筹集了20亿日元 约1280万美元 One Dot的PetNote应用 可以在30分钟到一小时内 将宠物食品和其他用品送达客户手中 中国拥有超过1.2亿只宠物猫和狗 年轻女性和城市夫妇 对便利性的需求 推动了快速配送服务的需求 One Dot计划利用筹集的资金 在未来12到18个月内 将配送中心扩展到130至150个 以覆盖更多城市 One Dot还运营着一个以育儿为主题的视频流媒体平台 和一个为国际患者提供日本医疗服务的平台 YahoUS报道 印度股市中的农村相关企业股票 显示出复苏迹象 因为交易者压住丰沛的季风 与将提高农作物产量并促进农村需求 摩托车制造商 农业设备制造商 和快速消费品生产商的股票 在2024年纪风雨预测良好后 大幅上涨 这些企业的销售量 在农村地区有所改善 许多主要消费品公司 预测业务将会增强 NFT FMCG指数 在5月份上涨了1.5% 超过了基准 NSE NFT50指数 两个多百分点 Hinduston Unilever Ltd 和Deber India Ltd等公司表示 需求正在逐步改善 而摩托车制造商 Hero Motor Corp Ltd 则表示 农村地区的新车询价量显著增加 摩托车和踏板车的销售量 同比增长33% 快速消费品公司 在农村地区的销售 增长了7.6% 《悉尼陈锋报》报道 BHP主席Kan McKenzie 在一项价值640亿美元的 收购竞标中保持低调 这次收购目标是竞争对手 Anglo American 尽管这笔交易 已经被Anglo的董事会 和管理层两次拒绝 但BHP可能会在下周早些时候 提高其全股收购价 以争取成功 这笔交易如果成功 将使BHP在未来2到30年内 成为铜和冶金煤生产的主导者 并成为铁矿石和镍的第三大生产商 McKenzie和Henry的遗产 也将因此得以巩固 McKenzie在Amcore的工作经历 使它获得了精明的交易者 和资本支出严格控制者的声誉 BHP的资本分配框架 专注于从现有资产中提取价值 保持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并至少支付50%的基础利润 作为股息 彭博社报道 日本的Oryx Auto Corp 正在冲绳测试一种语音和显示系统 该系统可以实现即时翻译 旨在使租车变得更加容易 这种由Toppen Holdings Inc.开发的系统 能够处理包括英语、中文和越南语 在内的13种语言 并在显示屏上 即时显示游客和Oryx员工说出的话 随着日本入境游客的激增 对翻译工具的需求也在增加 Oryx Auto表示 由于多语言工作人员有限 难以应对分配车辆 和回答各种目的地的路线相关问题 Oryx在冲绳的那坝市的一个租车点 启动了这项服务 并计划进行未期两周的测试 上个月 Oryx在北海道也进行了类似的试验 SBI证券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Koji Endo表示 这种服务对于应对租车需求增加 和日本人力短缺的问题 非常有帮助 YahoUS指出 建立信用历史越早开始越好 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来说 学生信用卡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这些卡片比传统信用卡更容易申请 让学生在毕业前 就可以开始积累信用并赚取奖励 要选择合适的学生信用卡 需要考虑年利率 APR 费用 信用额度 奖励计划和开卡奖励等因素 例如 Capital One的Saver One Rewards for Students卡 没有年费 还能在餐饮 娱乐和杂货店消费中 获得3%的现金返还 对于那些不符合学生信用卡资格的人 可以考虑 让父母或亲戚 共同签署申请 或申请担保信用卡来建立信用 根据美联社报道 陷入亏损困境的Frontier Airlines 正在取消部分票价的改签费 并推出4种票价等级 以吸引更多旅客 新的票价等级 包括基本 经济 优质和商务 除了基本 票价外 其他等级的乘客 都无需支付改签费 而且可以在购买机票时 选择捆绑购买额外服务 如选座和携带随身行李 Frontier 还将恢复在航班起飞前 24小时内的电话客服支持 尽管自2019年以来 一直未能实现全年盈利 并且与Spirit Airlines的合并尝试失败 Frontier的CEO Barry Biffle称 此次调整 标志着公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MeK Asia报道 随着数据支持美联储 今年降息预期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首次突破4万点大关 其他主要指数 也录得周度涨幅 标普500指数 和纳斯达克指数 分别实现了连续四周的上涨 能源板块零涨 而科技板块则是最大输价 交易员预计 美联储将在9月进行首次降息 尽管市场在创纪录高点后 出现了一些整合 但强劲的企业业绩和经济数据 继续推动投资者的信心 例如 微软宣布将推出与NVIDIA竞争的 AMD人工智能芯片平台 带动AMD股价上涨1.1% 与此同时 Reddit因与OpenAI的合作 而上涨了10%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共和党晚宴上 再次声称自己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赢得了该州 但事实上 拜登以52.4%的得票率胜出 而特朗普仅获得45.3%的选票 这也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对选举结果做出虚假声明 之前他也曾声称赢得威斯康星州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的最新动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希望中国参与下月的和平谈判 并强调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泽连斯基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中 得到了中方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保证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德国的5G网络安全问题 德国计划在2026年前移除其5G和新网络中的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 并在2029年前减少对中国设备的依赖 这一提议得到了德国外交部和经济部的支持 但数字部门因业界反对尚未批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共和党晚宴上 声称他在2020年赢得了明尼苏达州 尽管自1976年以来该州一直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掌控 他在演讲中表示 我们必须关注那些选票 事实上乔拜登在2020年以52.4%的选票 赢得了明尼苏达州 而特朗普仅获得45.3% 特朗普的这一虚假声明 是他自2020年总统选举失利以来 一系列选举否认和阴谋论言论中的最新一例 拜登竞选发言人詹姆斯辛格 批评特朗普对2020年失败的执着 并表示美国人民值得拥有比特朗普更好的领导人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此前也对威斯康星州 做出了类似的虚假声明 尽管他在2020年已超过2万票的差距 输掉了该州 Japan Times报道 特朗普的刑事审判现场 挤满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和其他党内官员 他们在为特朗普辩护的同时 面对有关特朗普支付虚假法律费用 以掩盖对一名色情演员的封口费的指控时 没有任何人表现出惊讶或不安 包括北达科他州州长 道格 伯格姆和佛罗里达州众议员 拜伦 唐纳兹在内的保守派人士 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 他们都被认为是 特朗普副总统竞选搭档的潜在人选 尽管面对如此严峻的指控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 依然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一边 展示了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的强大支持 Yahoo US报道 特朗普在明尼苏达州共和党活动中 猛烈抨击乔拜登和CNN 声称拜登身体状况不佳 无法与他辩论 并建议拜登在辩论前进行药物测试 在长达近90分钟的演讲中 特朗普还批评了即将主持辩论的 CNN明星主持人杰克·塔珀 并重申了他对拜登的多项指控 包括拜登在2020年首场辩论前 使用了增强表现的药物 特朗普还抨击了他面临的多起刑事案件 声称这是拜登政府 为了阻止他赢得白宫而采取的手段 尽管特朗普被禁止对案件中的证人 陪审员等发表言论 但他并未被禁止公开批评法官或检察官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 他们计划在传统上由民主党控制的州 如明尼苏达州和弗吉尼亚州展开竞争 以扩大选举地图 CNN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希望与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合作 例如中国并敦促北京参加下个月的和平谈判 泽连斯基在接受法国新闻社采访时透露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次电话中向他保证 北京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但他未透露通话的具体时间 这次采访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访问中国后进行的 两国在此期间承诺深化战略合作 尽管中国从未谴责俄罗斯2022年2月的入侵 但他也未明确支持俄方 而是发布了一份模糊的12点立场声明 泽连斯基强调吸引像中国这样的全球玩家参与是关键 因为他们对俄罗斯有影响力 并表示希望中国能出席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和平谈判 该峰会目前已经吸引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代表 华盛顿邮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首席幕僚安德里·伊尔马克 因其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引发了广泛争议 伊尔马克与泽连斯基关系密切 在战时条件下 他的权力更加集中 使他成为乌克兰历史上最强大的幕僚长之一 批评者指责他在总统办公室内不民主地集中了权力 限制了泽连斯基的接触面 并对几乎所有重大战时决策进行个人控制 随着泽连斯基的五年任期即将结束 伊尔马克的合法性面临更大挑战 乌克兰宪法禁止在戒严期间举行选举 但泽连斯基仍在任 这使他容易受到利用战争侵蚀民主的指责 尽管如此 伊尔马克在外交和内部治理方面的广泛权力 得到了某些支持者的认可 他们认为他在战争期间非常有效 南华早报报道 德国接近决定在2026年前 从其5G核心网络中剥离中国关键组件 尽管德国的数字部因行业反对 而尚未签署这一提案 德国的审查已经拖延了一年多 美国和欧盟越来越关注中国公司的安全风险 德国电信公司称 2026年之前禁止中国组件并不现实 尽管德国在减少对中国依赖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立场 但其执政联盟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 社民党控制的内政部和立党控制的外交和经济部 支持这一提案 而由自由民主党掌控的数字部则持反对态度 德国在应对中国零部件禁令方面比一些盟友更为犹豫 英国早在2020年就禁止了华为在5G无线网络中的使用 Yahoo US报道 新墨西哥州在经历了急需的降雨后 天气迅速变得干燥和温暖 本周末气温将进一步升高 部分地区将迎来三位数的高温 周五气温比前一天升高了几度到近30度 尽管在圣格里斯托山脉和萨克拉门托山脉东坡 以及吉拉地区出现了零星的震雨和雷暴 但持续时间不长 周六早晨的气温将比平时温暖 预计周六将是本周末最安静的一天 气温将大大高于季节平均水平 周日将是今年迄今为止最热的一天 东南部地区的气温将达到三位数 阿尔伯克基都汇区接近90度 风力将在周日下午加大 震风最高可达40英里每小时 下周一和周二风速将进一步加大 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50英里每小时 同时干燥的冷风将略微降低气温 但整个下周仍将保持温暖干燥 下午有微风或局地大风 Yahoo US报道 阿尔伯克基市一群年轻窃贼 驾驶一辆被盗汽车撞进了一家便利店 监控录像记录了这一世界 被盗汽车的车主是一名单亲母亲 他在接到警方电话后震惊不已 赶到现场时看到自己的车被用来犯罪 感到心碎和愤怒 视频中显示 嫌疑人将车撞进店内后 四名青少年进入店内 跳过柜台抢走酒和香烟 车主表示 他的车点火装置被严重损坏 车窗被砸碎 车子无法再使用 阿尔伯克基警方尚未完成事件报告 目前没有新的线索 《多伦多星报》报道 罗伯特·戴夫·肯尼迪·JR正在努力争取 在总统辩论台上与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同台亮相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他需要在更多州的选票上获得席位 并在全国民调中提升排名 肯尼迪目前在特拉华州 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的选票上已经获得确认 但这些州的选票总数仅为16张 肯尼迪的竞选团队表示 他们已经在爱达河州 爱荷华州 内布拉斯加州 内华达州 新罕布什尔州 新泽西州 北卡罗莱内州 俄亥俄州和德克萨斯州 收集了足够的签名 但尚未提交或未被州选举官员确认 为了在下个月的辩论台上亮相 肯尼迪可能需要改变策略 尽快提交他手中的请愿书 肯尼迪的副总统候选人妮可 沙纳汉承诺 从个人财富中播出800万美元 用于选票获取 竞选团队宣布 他们的1500万美元计划 已经全额资助 Yahoo US 在纽约针对唐纳德 特朗普的封口费审判中 辩护律师托德布兰奇 对前修理工迈克尔科恩的证词 进行了猛烈攻击 特别是关于2016年关键电话的细节 特朗普的辩护团队 试图揭穿科恩的证词 同时 特朗普得到了忠诚共和党人的支持 他们帮助他规避禁言令 斯蒂芬妮与拉迪卡 琼斯 安德鲁 魏斯曼 南希 贾尔斯 和迈克尔 斯蒂尔 讨论了这一案件的进展和影响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中国选手殷若宁 是从每周后每周公开赛退赛的 10名球员之一 这引起了LPGA的严重健康担忧 并在周五第二轮比赛结束后发表声明 表示将继续监控Liberty National的情况 魏缅冠军罗斯 将在第一轮打了三栋后因肠胃问题退赛 殷若宁在首轮打出70肝后也退出 其他退赛的选手 包括美国的宝拉 克里默 和林赛 维福 赖特 韩国的全志源 刘海兰和金亚林 以及日本的香妻琴奶 LPGA表示 现场的医疗专业人员 已为多名运动员 治疗与病毒感染相关的症状 并将继续与赛事组织者合作 建议和协助LPGA运动员采取预防措施 以保持健康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中国的券商 在经历多年的低迷后 随着合并浪潮的到来 迎来了复苏的机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任主席吴庆提出的全球目标 是到2035年 打造能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 国际巨头竞争的券商 受此启发 国联证券宣布计划 收购较小的竞争对手民生证券 提升其在全国券商中的排名 而这商证券也在上周提出 收购国都证券15%的股份 专家认为 这只是个开始 更多的交易正在酝酿中 重塑证券行业 是吴庆卫振兴9万亿美元股票市场 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旨在实现习近平主席 建设全球金融强国的雄心 国务院上月发布了一份详细的 股票市场改革提案文件 强调了行业重组 以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性 Yahoo US 忘掉中东和乌克兰的战争 Bill Maher在周五的 Real Time节目中 讨论了一个文化战 Drake和Kendrick Lamar之间的争执 Maher请来了范德堡大学教授 Michael Eric Dyson 来解释这场口水战 Dyson指出 这场争执源于性格冲突 Lamar不喜欢Drake的身份 这种不满在一首名为Like That的歌曲中爆发 Dyson还谈到 Drake作为加拿大人 被指责为文化秃救 她的黑人身份受到质疑 此外 Dyson还评论了音乐大哼屁 Didi在酒店袭击女友的视频 称 这是对女性的仇视文化的一部分 但不应与某些嘻哈中的艳女正混为一谈 节目还讨论了 即将到来的拜登和特朗普的辩论 主持人MAR对辩论时间感到惊讶 认为这是拜登失事的信号 讨论还涉及社交媒体对性别分裂的影响 MAR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会看到一个被分裂的社会 而不是简单的红蓝对立 Japan Times 菲律宾将从日本购买五艘巡逻船 以应对南海日益紧张的局势 这笔交易将通过日本提供的约239亿笔锁 4.15亿美元的贷款来资助 菲律宾外长Enrique Manello和日本大使Ando Casuia 在菲律宾外交部网站上发表声明称 这次交易不仅深化了菲律宾和日本的双边关系 也强调了双方在增强海市安全能力方面的坚定承诺 Manello表示 这一举措不仅对菲律宾本国的海市安全有利 也有助于整个海市社区的利益 Nikkei Asia日元贬值正在重新吸引全球制造业回归日本 包括化妆品等商品的生产 韩国化妆品代工企业Cosmex计划 在2025年于日本建立首家工厂 供应日本市场及出口到韩国、中国和西方市场 由于日元贬值 日本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在主要国家中最低 吸引了全球企业 JVC Kenwood和Iris Oyama等日本公司 也在调整策略将生产能力迁回日本 Iris Oyama不仅重新在日本生产 还开始出口包装米并在今年扩展到美国和泰国 日本大米出口量在过去10年增长了近12倍 价格竞争力增强 此外 外国游客的涌入也推动了服务业需求和价格上涨 Imperial Hotel Tokyo 今年将员工工资平均提高了7% 并提高了部分房间的价格 NLI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Zyushi-Weno表示 旅游业需要提高生产力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总统大选2024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 众议员吉姆乔丹在一场听证会上 提出了拜登800万美元书籍交易的问题 并称特别检察官指出拜登有财务动机 不当披露机密信息 实际上 特别检察官的报告并未如此表述 这引发了不少争议 其次 共和党议员在支持乌克兰资金问题上 并未遭遇预期中的选民反弹 初选结果显示 支持乌克兰的共和党议员普遍获得了选民的支持 这或许会改变共和党在未来投票中的策略 最后 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被认为是特朗普潜在的副总统候选人 尽管伯格姆在初选中提前退出 但他与特朗普在多方面有相似之处 并且受到参议院共和党人的青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报道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在一次听证会上声称 拜登总统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将一些机密信息分享给了他的代笔人 这些信息用于拜登的书籍写作 而拜登因此获得了800万美元的预付款 乔丹认为 这笔书籍预付款是拜登违规处理机密信息的动机 然而 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赫尔的报告并未支持这一指控 报告指出 拜登可能认为 这些笔记本是他的个人财产 并且他在与代笔人讨论内容时 并不确定这些信息是否属于机密 因此 赫尔的报告总结认为 无法证明 拜登故意泄露国家防务信息 尽管共和党人 试图将拜登描绘成贪婪的形象 但报告并未表明 书籍预付款是拜登保留这些文件的动机 华盛顿邮报报道 内部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德布 费舍尔和彼得·李基茨 在初选前采取了一个政治上有风险的举动 他们投票支持一项包含61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安全法案 尽管此前许多共和党人担心 支持乌克兰会引发保守选民的反感 但事实证明 费舍尔和李基茨的决定并未导致任何政治上的反弹 反而在初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文章指出 共和党人可能从中学到 不必过于担心选民的反应 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信念投票 费舍尔和李基茨的成功表明 选民更看重议员的整体表现 而不是单一的投票决定 即便是支持乌克兰的共和党议员 在初选中也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挑战 这或许标志着共和党人无需再对选民的反应过于恐惧 华盛顿邮报报道 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 伯格姆在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平平 但如今他成为了特朗普的积极支持者 最近伯格姆与特朗普一起出现在新泽西的集会上 并在曼哈顿法院外为特朗普辩护 尽管伯格姆的总统竞选未能成功 但他现在被视为潜在的副总统候选人 伯格姆和特朗普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两人都是富有的商人 都在2016年首次当选公职 并且都有亲人曾经面对成瘾问题 尽管两人背景不同 但他们在最近几个月的互动越来越多 伯格姆的支持不仅限于公开场合 他还在私下场合为特朗普筹款 对于特朗普来说 选择伯格姆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可能会带来资金上的优势 因为伯格姆不仅自己富有 还能够吸引科技领域的富豪捐款 华盛顿邮报 经过一年半的沉寂 杰夫·贝佐斯的蓝色起源公司计划在周日 进行另一场太空旅游任务 这是自公司在一次飞行中 遭遇发动机故障以来的首次载人飞行 此次任务将搭载90岁的艾德·德怀特 他曾被约翰·肯尼迪总统选中参加 美国空军精英训练计划 但未被选为宇航员 与此同时 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银河公司 也计划在6月8日进行一次飞行任务 将四名乘客和两名飞行员送至太空边缘并返回 这两次任务标志着商业航天工业 在实现让大众进入太空的目标上取得了进展 然而这也展示了在过去20年里 这条道路上充满了挫折、灾难和延误 蓝色起源希望通过这次飞行重回正轨 并继续其目标 即让数百万人在太空中生活和工作 维珍银河计划在6月的飞行后 暂停商业乘客服务 直到2026年 以开发下一代名为Delta的航天器 并计划每年进行约125次任务 华盛顿邮报 一些民主党人试图应对 拜登总统在2024年大选中的持续低迷民调 他们认为拜登只需团结那些对他不热情的盟友 尤其是年轻人、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 对抗唐纳德、特朗普 然而最新的民调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实际上低于特朗普 在6个关键摇摆州 52%的注册选民表示 绝对不会投票给拜登 而46%表示 绝对不会投票给特朗普 这一趋势表明 拜登的支持率天花板比特朗普更低 这对民主党来说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尽管一些人认为 第三方候选人如罗伯特、F.肯尼迪 可能会对拜登有利 但目前的数据表明 拜登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团结选民 而不仅仅是依靠对特朗普的反感 华盛顿邮报 数百名国会议员对校园抗议 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发表了看法 许多人谴责了抗议者及其战术 或批评了校园中的反犹太主义 然而一小群民主党众议员曾经自己也参与过抗议运动 他们对这一代新的抗议者感到亲切 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九名有抗议背景的国会议员了解他们作为立法者的经历和看法 密苏里州众议员科里不时回忆起他在福格森的抗议经历 认为现在作为立法者 他能够支持家乡的抗议者 密西西比州众议员本尼·汤普森认为 学生们反对加沙局势的抗议是自然的 并强调领导力需要采取明确的立场 华盛顿州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认为 内外部的强大运动对推动政策变革至关重要 其他议员如埃玛纽埃尔 克里弗和亚历山大奥卡西奥 科尔特斯则强调了抗议和立法的不同角色和重要性 《华盛顿邮报》报道 2024年总统大选已成为一门老年学速乘客 选举日当天前总统特朗普将年满78岁 而现任总统拜登将接近82岁 两位如此高龄的候选人从未在主要政党中出现过 选民们对于他们是否表现出与年龄相关的认知 衰退充满疑虑 在马凯特法学院三月的一项民调中 77%的注册选民认为拜登太老了 不能当总统 而52%的人则对特朗普持相同看法 4月的一项皮尤研究调查显示 62%的人认为拜登没有完成工作的心理素质 而48%的人对特朗普有同样的看法 然而关于老龄化大脑的讨论大多缺乏科学依据 随着美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5600万 关于老龄化认知和痴呆的研究变得更加深入 但医学和科学专家警告说 媒体报道和评论员对候选人心理素质的讨论 充斥着关于老龄化过程的错误信息 专家们指出老龄并不意味着认知能力的全面下降 判断力和情绪稳定性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善 这对有效领导可能比记住名字或不出错的发表演讲更为重要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教授尔尔米勒表示 年长的大脑更智慧 知识和经验可以弥补因老龄化导致的记忆轻微丧失 总统职位需要多种技能和清晰的沟通能力 因此任何言语失误或精神衰退的迹象都会被媒体放大 1984年 73岁的里根总统在辩论中表现不佳 引发了他患有痴呆症的猜测 但他在下一场辩论中用一个幽默的玩笑挽回了局面 并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1994年 里根宣布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再次引发了他在任期间是否有认知障碍的讨论 在本次选举周期中 拜登和特朗普频频出现言语失误 混淆名字 地点和历史事件 医学专家表示 这些只是正常老龄化大脑的表现 并非痴呆的迹象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查兰·兰加纳特指出 这些只是表达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情况很常见 专家们还指出 老年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差异很大 有些90岁的人仍然充满活力和智力 老年人在情绪稳定性方面 往往优于年轻人 斯坦福大学长寿中心主任劳拉·卡斯腾森表示 随着年龄的增长 负面情绪会减少 情绪调节和社交动机会增加 他对关于老龄化政治领导人的讨论中 所表现出的年龄歧视感到失望 大脑的正常老龄化 涉及细胞和系统的变化 细胞废物积累 神经元功能减退 干细胞浩劫导致新神经元形成减少 人脑的重量和体积 每10年平均减少约2% 这些变化会削弱我们的工作记忆 注意力和心理灵活性 但这些过程是渐进的 除非有受伤或疾病 认知能力不会急剧下降 选民可能会倾向于 自行评估候选人的心理素质 因为没有要求候选人进行认知 或心理评估 并与公众分享结果 拜登政府在2月发布了一份6页的备忘录 总结了拜登的健康状况 但并未进行认知测试 特朗普声称自己通过了认知测试 但只发布了关于健康状况的简短说明 医学期刊柳叶刀在3月发表社论 建议美国应建立一个标准化系统 以共享总统和候选人的健康信息 尽管如此 拜登和特朗普都是长期的公众人物 选民可能觉得他们已经足够了解 这两位候选人可以在11月做出决定 额外的健康细节可能不会影响他们的支持者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旅游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条震撼消息 2016年的监控视频曝光 美国饶舌歌手Didi在酒店走廊中 对前女友Cassie进行了肢体攻击 这段视频 与去年Cassie提出的诉讼内容吻合 Didi目前尚未对此事发表公开评论 接下来 我们转到澳洲 一位名叫Less Cameron的酒店主 正在复兴一项古老的传统 他在自己的酒店为艺术家提供免费食宿 只要求他们在酒店帮忙 这一举措不仅支持了艺术家的创作 还为当地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 最后 我们来看看 布里奇顿这部热播剧是如何带动英国的旅游业 随着剧集的热播 许多粉丝纷纷前往剧中的拍摄地 像是伦敦的Q宫和巴斯的皇家新月酒店 这些地点的访客数量显著增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BBC报道 2016年的一段监控录像显示 嘻哈大亨肖恩 迪迪·康姆斯 在洛杉矶市继承的洲际酒店走廊内 袭击歌手卡桑德拉 卡西 文图拉 这段视频在CNN播出后 引发了广泛关注 视频中 文图拉离开酒店房间走向电梯 而康姆斯赤裸上身 用毛巾围住腰部 追赶他并将他摔倒在地 还踢了他两次 文图拉的律师道格拉斯 维格多尔表示 这段令人心碎的视频 进一步证实了康姆斯的令人不安和掠夺性的行为 去年 文图拉在一份联邦诉讼中 指控康姆斯在2016年3月最久后 打了他一拳 导致他眼睛乌青 诉讼称 康姆斯花费5万美元 从酒店购买了监控录像 最终 这起诉讼在提交一天后 已为公开金额和解 The Independent报道 监控视频显示 康姆斯在2016年3月5日的 洛杉矿洲际酒店走廊内袭击了卡西 这段视频与卡西去年11月提起的诉讼中的描述高度一致 诉讼中提到 康姆斯在当晚醉酒后打了卡西一拳 导致他眼部受伤 视频显示 卡西试图离开酒店房间 但康姆斯醒来后追赶他 将他摔倒在地并踢了他 诉讼还称 康姆斯花费5万美元 从酒店购买了监控录像 尽管康姆斯否认了这些指控 但视频的曝光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应 并促使更多女性对康姆斯提起诉讼 联邦调查局也对康姆斯的洛杉矶和迈阿密的住宅 进行了突袭 调查涉及性交易的指控 Yahoo US报道 CNN独家获得的2016年监控录像显示 康姆斯在洛杉矶洲际酒店走廊内 对卡西进行了抓、推、拖和踢的暴力行为 视频与卡西去年11月提起的联邦诉讼中的描述相符 诉讼中称 康姆斯在醉酒后打了卡西 并在他试图离开房间时追赶他 向他扔玻璃花瓶 诉讼还称康姆斯花费5万美元 从酒店购买了监控录像 虽然康姆斯的律师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但视频的曝光进一步证实了卡西的指控 自去年11月以来 康姆斯面临多起指控 包括性侵和其他非法行为 联邦调查局对康姆斯的住宅进行了突袭 调查涉及性交易的指控 康姆斯的律师称 这些指控毫无依据 康姆斯将继续为自己辩护 Yahoo US报道 一段新的监控录像显示 肖恩、迪迪·康姆斯在2016年暴力攻击歌手卡西·文图拉 这段视频由CNN获取 显示康姆斯仅穿着一条毛巾 追赶并殴打卡西 还试图将他拖回走廊 康姆斯还把卡西推到角落 并朝他扔东西 这段视频的时间戳 与卡西在诉讼中描述的细节相符 诉讼中提到的事件发生在洛杉矶的洲际酒店 卡西称 康姆斯在极度醉酒的情况下打了他的脸 诉讼还指控康姆斯支付酒店管理方5万美元 以获取监控录像 尽管康姆斯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称卡西是在敲诈他 但在诉讼提交的第二天就达成了和解 此外 康姆斯还面临其他三名女性的性交易 性侵犯和帮派强奸指控 他同样否认了这些指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在一个安静的乡镇 前北墨尔本足球运动员 现任数学教师和酒馆老板莱斯 卡梅伦正在复兴一个古老的艺术家避难所传统 他在特朗镇拥有一座 有180年历史的红砖酒馆 名为The Commercial 莱斯梦想将这座老建筑 变成一个艺术家避难所 为追求艺术目标的创意人士 提供免费食宿 剧作家特伦斯 奥康奈尔目前正是这家酒店的驻地艺术家 他正在排练一部 基于澳大利亚小说 《我能跳水坑》的音乐剧 并计划在特朗的旧法院上演 莱斯的梦想 受到了巴黎著名书店 沙士比亚书店的启发 那里的文学巨匠们 曾找到避难所 莱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为艺术家们提供一个创作的场所 同时也为镇上的居民 带来文化和艺术的熏陶 CBC报道 CNN播出的一段监控视频显示 音乐人迪迪 在2016年洛杉矶的一家酒店走廊里 殴打歌手卡西 视频显示 迪迪只穿着一条白色毛巾 拳打脚踢卡西 还把他推到角落 并试图拖走他 这段视频 与卡西在去年11月提起的诉讼中 描述的事件相符 该诉讼指控迪迪多年来 对他进行性虐待和其他暴力行为 尽管诉讼在第二天就达成了和解 但引发了对迪迪的广泛关注 随后几个月内 又有几起诉讼被提起 联邦形式性交易调查也随之展开 迪迪的代表 尚未对此视频发表评论 但他之前否认了所有指控 卡西的律师道格拉斯 维格多表示 这段令人作呕的视频 进一步证实了迪迪的可怕行为 并称卡西展示了极大的勇气和坚韧 《环球邮报》报道 理查德 基尔在新片哦 加拿大中 借鉴了父亲去世后的情感体验 为角色赋予了深厚的情感深度 这部电影讲述了莱昂纳德 费夫 基尔是在生命尽头 通过摄像机与妻子分享他年轻时的秘密 该片由保罗 施拉德指导 基于拉塞尔 班克斯的小说前传改编 尽管影评人对影片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基尔表示 施拉德的剧本 充满了动人心弦的角色刻画 使他很容易接受这个角色 施拉德坦言 他选择拍摄这部电影 是因为班克斯的病情恶化 自己也在几次住院后 开始思考人生的终点 《环球邮报》报道 Neo Young的爱地球巡演中 反消费主义和气候变化倡导者 停止购物教会的 比利牧师及其团队作为开场表演者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命的演出 尽管在纽约的演出中受到了热烈欢迎 但在亚特兰大的演出中 却遭遇了嘘声 因为他们喊出了停止警察城的口号 比利牧师和他的团队 通过音乐和表演 传达环保和反消费主义的信息 与Neo Young和他的妻子 达里尔·汉娜 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尽管他们的表演风格独特 但在巡演中 却面临着观众的不理解和冷漠 然而 他们的演出始终如一 旨在唤醒观众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悉尼晨风报》报道 对于那些想要探索像埃及 不丹或印度等 异域目的地的旅行者来说 选择合适的旅行团是关键 旅行团的规模 直接影响旅行体验 大团通常费用较低 会导致酒店入住 和厕所停留时间变长 小团则更为灵活 便于听导游讲解 也更容易融入当地文化 如果想要深度体验 不妨选择一个较小规模的团体 避免匆忙走马光花 对于单独旅行的女性 加入旅行团 不仅能提供安全保障 还能结交同伴 共享旅行中的美好瞬间 无论是欣赏喜马拉雅山的日出 还是品尝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的松露美食 旅行团都能放大这些难忘的体验 BBC报道 随着布里奇顿第三季的上映 粉丝们不仅仅满足于 观看这部反映摄政时代 高社会诱惑与丑闻的电视剧 还纷纷前往剧中的拍摄地 一探究竟 数据显示 前往英国这些拍摄地的旅行人数 显著增加 特别是美国游客的增长 更为显著 伦敦的皇家植物园 哈查德书店和圣詹姆斯教堂等地 都是粉丝们必去之处 此外 巴斯市的霍尔本博物馆 和皇家新月酒店也因聚中场景 而吸引了大量游客 为了更好的体验布里奇顿的氛围 游客们可以参加主题步行游览 甚至在巴斯装饰精美的房间里 享用下午茶 CBC报道 加拿大的野火季节 对旅游业产生了严重影响 安德鲁湖小屋的老板丹 维特劳福表示 野火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飞行安排 进而影响游客的到来 去年 加拿大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季节 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 这不仅对当地居民造成了影响 也使得国际游客 对加拿大的旅游安全产生了担忧 大白滑雪度假村的高级副总裁 迈克尔·巴林戈尔担心 预测中的2024年野火季节 会吓跑一些游客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旅游业者需要及时提供准确的野火活动 和空气质量信息 以便调整活动安排 尽可能减少损失 悉尼陈风报报道 塔西提岛 法属玻利尼西亚最大的岛屿 常被视为前往莫雷阿或波拉波拉等美丽岛屿的中转站 然而 首都帕皮提其实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帕皮提不仅是一个露天艺术画廊 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游客可以在市集上购买到各种当地特产 并体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市中心的邮轮码头也为游客提供了便利 使他们可以轻松探索城市的景点 此外 帕皮提的总统府 希尔顿酒店和秘密花园等地都值得一游 对于喜欢冒险的游客 可以参加半日游 探索塔西提岛的内部美景 包括追逐瀑布和欣赏热带雨林的壮丽景色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北部的一个社区 因野火威胁而被迫撤离 市长罗布 弗雷则警告那些留在撤离区的人们 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被火灾摧毁的财产视频 弗雷则称 在房主尚未被官方通知之前 分享这些图像是不敏感且不可接受的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房屋被烧成灰烬 车辆被烧毁 道路两旁的树木被烧黑 弗雷则强调 未注册的居民如果选择留下来 必须待在自己的财产上 以免分散警方资源 尽管最近的降雨帮助遏制了火势 但他提醒居民 火灾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尤其是强风可能会迅速改变火情 The Independent报道 杰西卡 贝尔在The View节目中坦诚谈论 他与贾斯汀 听布莱克的婚姻 称这段关系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贝尔解释了他们如何在忙碌的工作日程中 优先安排彼此的时间 特别是通过Zoom和Facetime保持联系 他还提到 旅行时带着两个孩子非常疲惫 但他们会克服困难 去年4月 贝尔在Instagram上 分享了一些家庭在听布莱克演唱会上的照片 显示了他们对彼此的支持 贝尔还透露 他们在意大利庆祝了结婚10周年 并重新宣示 尽管仪式非常简朴 但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贝努瓦·安托万·培根 告知加沙抗议者 学校必须保持中立 培根表示 教授和学生持有广泛的意见 大学不能代表所有人发声 如果大学采取立场 会削弱持不同观点者的表达权利 抗议者要求大学谴责 并呼吁结束他们所谓的加沙种族灭绝 以及大学从与以色列相关的公司撤资 抵制以色列机构和禁止皇家骑警进驻校园 培根说 大学愿意讨论撤资问题 但其捐赠基金并未直接持有相关公司的股票 对抵制的要求 培根表示尊重愿意参与学术合作的教职员 自4月29日以来 抗议者在校园的麦金尼斯场地搭建了数十个帐篷 这一抗议活动与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大学同步 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 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社保改革可能再度重演1983年的情景 面对2033年 社保基金可能出现的资金不足 华盛顿的政治压力将迫使其采取行动进行改革 过去两次改革尝试都未能成功 这次能否及时挽救 还需拭目以待 接下来 随着今年65岁以上人口数量创新高 退休产品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 虽然一些退休产品难以逆转 且其优缺点尚未完全研究透彻 但这并未阻止市场的快速增长 Secure Act 2.0法案 允许公司在401K计划中提供终身年金产品 这位员工提供了更多的退休选择 最后 尽管经济状况良好 美国人对通胀的感受依然负面 研究显示 通胀对生活水平的影响让人们不得不缩减预算 购买更少或质量较低的商品 研究还发现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通胀是经济不景气的标志 这种情绪与30年前并无太大差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华盛顿几乎肯定会因政治压力 而在2033年前采取行动 确保社会保障计划 不至于面临削减福利的困境 然而 问题在于何时采取行动 历史经验表明 立法者可能会拖延到最后一刻 才达成妥协 导致解决问题的成本增加 1983年是上一次成功实施大规模改革 以避免计划破产的年份 当时里根总统在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 签署了相关法案 尽管有类似的历史教训 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 都未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足够的领导力 导致许多人对短期内解决方案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CNN报道 美国今年达到65岁的人数创历史新高 这引发了退休行业的淘金热 每天约有11200名美国人达到传统退休年龄 推动了大量新的退休产品的推出 然而 这些产品并非全都是金票 例如 尽管一些公司提供终身年金产品 但这些产品可能难以撤销 且由于部分计划较新 其优缺点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虽然新法律允许公司在401K计划中 提供年金选项 但这些产品并非免费 且可能涉及复杂的费用结构 因此 退休人员在选择这些新产品时 应谨慎考虑 Yahoo US报道 美国人对通货膨胀的厌恶情绪依然强烈 即使美联储实现2%的通胀目标 也不足以缓解这种反感 研究表明 人们认为通胀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 迫使他们调整预算 购买更少或质量更低的商品 尽管自2021年以来 就业增长强劲 失业率也保持在4%以下 但通胀仍是人们最大的财务担忧 研究还发现 美国人理想的通胀率 是0.20%远低于美联储的目标 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消费者的偏好 因为不同收入和地区的人们 面临的通胀率不同 这些差异在标准的平均通胀测量中 未能得到充分反应 美联社报道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隐门的胡塞叛军 在红海用弹道导弹 袭击了一艘游轮 损坏了这艘悬挂巴拿马奇的 希腊拥有的船只 这次袭击 发生在周六凌晨一点左右 目标是 最近在俄罗斯停靠 并准备前往中国的游轮 Winthal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导弹袭击导致船只进水 失去了推进和操作能力 但船员最终成功恢复了这些功能 没有人员伤亡 胡塞叛军此前 曾多次袭击红海和亚丁湾的航运 要求以色列结束在加沙的战争 这场战争 已经导致超过 3万5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自11月以来 胡塞叛军已经发动了 超过50次航运袭击 扣押了一艘船 并击沉了另一艘 雅虎美国报道 布隆伯格新闻社 据法新社报道 一艘游轮在野门海岸附近 被导弹击中 该船只位于摩卡市西南约市海里 19公里处的曼德海峡附近 自11月中旬以来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开始袭击通过 红海的军舰和商船 特别是那些与以色列 美国和英国有关的船只 以回应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 这些袭击有效地 关闭了一条关键的全球航运路线 迫使从亚洲到欧洲的船只 避开苏伊士运河 绕到南非 航运和货运高管认为 红海在未来几个月 甚至全年内将继续过于危险 这可能会对能源市场 造成一定的上行压力 日经亚洲报道 新加坡 新加坡国防部宣布 在一架F-16战斗机 本月早些时候坠毁后 新加坡将恢复其 F-16机队的飞行训练 国防部表示 5月8日的坠机事故 是由于飞机的抚养速率陀罗仪 向飞行控制计算机 提供了错误的输入 导致飞行员无法在起飞时控制飞机 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 配备了四个这样的陀罗仪 多个同时失效的情况非常罕见 这是新加坡机队 首次遇到这种情况 国防部补充说 在恢复飞行前 将对所有抚养速率陀罗仪 进行检查和清理 新加坡空军和F-16制造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将调查故障的具体原因 这次坠机事故 是自2004年以来 新加坡战斗机的首次坠机 当时一架F-16C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进行夜间训练任务时坠毁 导致25岁的飞行员死亡 Yahoo US 波士顿棕熊队 在2024年斯坦利杯季后赛的 征程已结束 他们在东部联盟 第二轮系列赛第六场比赛中 被佛罗里达黑豹队淘汰 尽管如此 对于这支拥有悠久历史的球队来说 这个赛季总体上还是成功的 去年夏天 失去了多名重要球员后 大多数专家和球迷 原本预计棕熊队 在2023-24赛季 只能勉强进入季后赛 但他们实际上一直在争夺总统杯 直到常规赛的最后几天 棕熊队还在季后赛第一轮 击败了多轮多枫叶队 首次自2021年以来进入第二轮 进入夏季 棕熊队有一个不错的基础 但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阵容问题 比如需要增加一名顶级前锋 2023-24赛季的工资帽 为8350万美元 但由于帕特里斯 贝尔热龙和大卫 克雷一齐的合同超支 棕熊队的实际工资帽 为7900万美元 4-25赛季 工资帽将增加420万美元 达到8770万美元 棕熊队预计将有2090万美元的空间 这个数字可能会通过交易 进一步增加 比如交易林纳斯 乌尔马克 Washington Post 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 公司计划在周日 进行另一次太空旅游任务 这是自公司 遭遇发动机故障以来的首次任务 与此同时 理查德·布兰森创办的维珍银和公司 也计划在6月8日 进行一次太空任务 这两家公司 共同展示了商业航天产业的进展 但也凸显了进展的曲折 蓝色起源 希望通过这次任务 重新踏上 让大众进入太空的道路 实现 让100万人在太空生活和工作的 目标 维珍银和泽计划在下个月的飞行后 暂停商业乘客服务 直到2026年 专注于开发下一代Delta飞船 这些飞船预计每周可飞行三次 每年可进行约125次任务 携带750人进入太空 尽管面临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这些公司仍在努力实现 其太空旅游的愿景 Self China Morning Post 北京推出了迄今为止 最雄心勃勃的计划 以振兴房地产行业 并促进经济复苏 但分析师和经济学家认为 计划的规模太小 效果上不确定 市场专家建议 解决长期存在的房地产危机 需要更多的时间 资金和政策支持 虽然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包括放宽抵押贷款规则 和鼓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购买位售出房屋 推动了中国房地产股票的上涨 但市场情绪依然谨慎 专家认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恶化 拖累了经济复苏 需要更长的时间 更大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尽管最新的刺激措施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但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真正复苏 仍需更多的努力和支持 Nike Asia报道 由于日元贬值 东京的酒店 变得比纽约和新加坡 便宜了30%至40% 在截至三月的财政年度中 东京的房价平均为177.30美元 而纽约为304.40美元 伦敦为244.80美元 新加坡为250.90美元 然而 以当地货币计算 东京的酒店价格 在过去五年中 上涨了37.9% 远高于伦敦的26% 和新加坡的30.2% 高端酒店 如2023年4月开业的 宝格丽酒店 房价高达 每晚30万日元 1900美元 即使是经济型商务酒店 房价也在上涨 三月份一些酒店的房价 超过2万日元 尽管房价上涨 可能会减少国内客人的数量 但随着国际游客的增加 酒店业正在弥补 疫情期间的损失 Nike Asia 东京日本农业金融机构 诺林秋银行 正考虑筹集 1.2万亿日元 77亿美元 的资金 旨在弥补 因海外债券价值下降 而产生的未实现损失 据悉 诺林秋银行 已与其主要投资者之一的 日本农业合作社 及其他相关方展开讨论 预计到2025年3月 结束的财年 将出现超过5000亿日元的净亏损 与日本三大银行 因股票价格上涨 和海外贷款利率上升 而预期创纪录的利润形成对比 诺林秋银行的财务结构 使其在利率上升时 投资收益受到打击 引起大量投资于海外债券 随着美国利率上升 该行的债券持有的价值下降 截至2023年底 未实现损失 已增至1.9万亿日元 为了维持金融健康 诺林秋银行决定 需要额外资本 来处理低收益 和未实现损失的债券 并用表现更好的资产替代 美元和其他外币的融资成本 在2023年4月至9月期间 增加了8000亿日元 总计达到1.1万亿日元 诺林秋银行的资本总额 略高于4万亿日元 其中超过90%的普通股 由日本农业和农业合作社联合会持有 其他投资者 包括渔业合作社联合会 即使在雷曼兄弟倒闭后 诺林秋银行 仍通过日本农业和其他机构 作为承销商增加了1.9万亿日元的资本 该银行正在讨论增加资本 并希望在9月前达成协议 计划首先赎回通过永久次级 贷款筹集的7000亿日元 并通过发行类似于普通股的股票 筹集相同金额的资金 同时计划再筹集5000亿日元的 固定期限次级贷款 Yahoo US报道 目前的储蓄账户利率 是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主要得益于美联储的多次加息 全国平均储蓄账户利率为0.46% 相比两年前的0.07% 有显著提高 一些高收益储蓄账户的利率 甚至超过了5% 例如 如果你在一个年利率为5%的 高收益储蓄账户中 存入1000美元 一年后 你的余额将增至1051.27美元 包括51.27美元的利息 随着美联储 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 开始降低基准利率 储蓄利率可能会开始下降 因此 现在开设一个高收益储蓄账户 以利用当前的高利率 是明智的选择 Yahoo US报道 凤凰城在通胀战中 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 消费者价格在凤凰城 从2023年4月到上个月 上升了2.6% 低于全国平均的3.4% 这一趋势得益于当地租金 和房屋销售的降温 凤凰城的中卫房价 在过去一年中上升了5.1% 但销售速度放缓 销售量减少了近3% 许多房屋卖家降低了要价 31%的房屋 在3月被削价出售 高于全国平均的18% 尽管房价有所上涨 但随着人口增长 放缓和住宅建设增加 租金通胀也在缓解 凤凰城的租金中位数 在4月份为1300美元 同比下降7% 这种租金放缓 对整体通胀有明显影响 因为租金成本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中 占比约36% Yahoo US 在4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中 虽然总体通胀未在升温 但服务项目通胀 作为最顽固的组成部分 再次证明其难以消退 尽管核心商品 食品和能源价格增长 以下降甚至转为负值 但核心服务项目 包括住房成本和医疗保健等类别 同比上涨3.15% 这个数字 比3月的3.18%有所下降 但仍高于12月 1月和2月的读数 这些月份 曾让经济学家 对通胀是否真的在下降趋势上 产生疑虑 核心服务的主要问题 仍然是住房成本 4月住房成本同比上涨5.5% 占核心通胀增长的三分之二 将住房和能源成本结合起来 超过70%的价格上涨 都可以归因于这两者 银行家Michael Gapin 在周五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服务部分可能也吸收了一些 从商品流出的支出 尽管如此 美国银行仍认为 服务和住房成本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降温 我们预计 随着今年的进展 服务通胀将进一步放缓 住房成本将在8月有所下降 经济活动增长放缓 将对剩余的服务通胀产生影响 Gapin写道 然而 对于已经感受到一次 误判通胀严重性的美联储来说 最后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任务 完成的假象胜利时刻 由于美联储的多次加息 今天的存款证 CD利率达到了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然而 CD利率在各金融机构之间差异很大 因此在选择CD时 确保获得最佳利率非常重要 2024年5月18日的 CD利率仍然具有竞争力 但最高的CD利率可以在一年期或更短的期限内找到 约为5.00% APY或略高 虽然也可以找到两年或更长期限的CD 提供接近4%到4.5%的竞争利率 以下是一些今天可用的最佳CD利率 例如 如果您投资1000美元的一年期CD APY为1.81% 并且利息按月付利 那么一年后 您的余额将增长到1018.25美元 包括18.25美元的利息 如果选择一个 APY为5%的CD 一年后 您的余额将增长到1051.16美元 包括51.16美元的利息 存款越多 收益越多 例如 如果在同样的5%APY的一年期CD中 存入1万美元 到期时的总余额将为10511.62美元 意味着 您将赚取511.62美元的利息 选择CD时 利率通常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但也有其他类型的 CD提供不同的好处 例如 可升息CD 无罚款 CD 大额CD 和经济CD等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obrief.com 这里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 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孟与飞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的新闻 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我们来看看 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 尽管距离1949年的内战 已经过去了70多年 中国仍然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不断表达其收复台湾的意图 台湾的金门岛 距离中国厦门市非常漠近 这里的游客可以清晰地看到厦门的天际线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 和岛上的武装力量 如何受到蒋介石遗产的困扰 台湾军方反对民进党政府移除军事设施中的蒋介石雕像 认为这些雕像是军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移除它们可能会引发军队内部的分裂 并在面对来自北京的压力时危及岛屿的安全 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位中国少女的冒险旅行 这位名叫李一可的少女 在仅有11500元人民币的预算下 独自环游中国 甚至还到过老沃 然而她的壮举却引发了网络霸凌和新交易的谣言 许多人无法相信一个年轻女孩 能够在这么少的资金下完成如此多的旅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导 台湾的金门岛上 游客们站在海岸边拍摄对岸沙门市的天际线 这条狭窄的水道将两地分割开来 金门岛曾是战场 海滩上仍然矗立着反登陆奸装 提醒人们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的历史 70多年后 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仍然誓言要夺取民主的台湾 视其为中国的一部分 金门岛对游客们在享受美景的同时 也无法忽视两岸关系的紧张局势 南华早报报道 台湾即将上任的总统赖清德 和岛上的武装力量正面临蒋介石遗产的阴影 民进党是蒋介石为独裁者 计划拆除岛上所有的蒋介石雕像 但这项计划遭到了军方的强烈反对 在赖清德就任前夕 军方的抵制引发了对军队忠诚度的质疑 分析人士警告 拆除雕像可能在军队内部制造分裂 危及台湾面对两岸冲突的安全 尽管民进党政府试图通过转型正义 消除蒋介石的影响 但军方和一些退伍军人认为 不应忽视蒋介石对台湾发展的贡献 蒋介石的后代和一些学者也认为 移除这些象征可能导致北京的不满 并对台湾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南华早报报道 一名中国少女李毅 可在预算仅为171500元人民币 约1600美元的情况下 独自环游世界 面对网络霸凌和性交易谣言 去年11月 她在35天内游历了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阿联酋 土耳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埃及和尼泊尔 为了节省开支 她乘坐廉价航空 驻青年旅舍 吃便宜的面包 李毅可在分享旅行经历后 遭遇网络霸凌 但她勇敢面对 并继续分享她的独自旅行经历 她的冒险精神激励了许多年轻人 尽管她的父母和朋友 有时担心她的安全 她仍坚定地表示 宁愿选择快乐而非安全 李毅可认为 社会应关注如何约束 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而不是担心 喜欢独自旅行的女性的安全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奥运会铁人三项希望之心 吴泰龙在中国联运港举行的亚洲杯比赛中 未能完赛 导致她与哈萨克斯坦选手 艾阳贝森巴耶夫 争夺巴黎奥运会最后一个名额的竞争 愈加激烈 吴泰龙与队友罗宾 埃尔格和于成千均未完成比赛 而贝森巴耶夫仅以26秒之差 未能登上领奖台 两人争夺的是唯一的新旗帜名额 专为尚未获得巴黎奥运会资格的最高排名 亚洲国家或地区保留 香港队主教练安德鲁赖特表示 尽管中国队包揽前三名 给了他们一线升级 但下周在贝森巴耶夫的主场比赛中 香港队必须全力以赴 吴泰龙仍领先 但贝森巴耶夫需要在下周的比赛中 登上领奖台才能超越他 香港队将在江苏恢复后前往哈萨克斯坦 力争在最后一战中取得好成绩 日经亚洲报道 贝恩资本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将其在日本的投资翻倍 因日本正在从数十年的停滞中崛起 成为全球投资者的热门目的地 贝恩资本的联合管理合伙人 大卫·格罗斯表示 过去五到十年中 公司在日本的投资超过50亿美元 预计未来五年这一数字将翻倍 日本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原因 包括其中央银行维持低利率政策 以及企业开始大力接受激进投资者 和私募股权基金 贝恩资本曾参与收购东芝的竞标 并在2018年领导财团收购了前东芝 内存芯片业务Kioxia 随着全球IPO市场回暖和半导体市场复苏 贝恩资本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尽管全球并购交易总值下降了16% 但日本市场增长了28% 显示出其巨大的投资潜力 BBC报道 韩国记者普孝时和江金云 因揭露涉及著名K-pop明星的性丑闻 而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2016年 普孝时接到警方现任的消息 指控歌手郑俊英秘密拍摄了与女友的性爱视频 尽管面临粉丝的强烈反对和威胁 普孝时坚持报道了这则新闻 三年后 江金云接到匿名举报 获得了郑俊英手机数据的副本 揭露了更多K-pop明星分享女性不雅视频的丑闻 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网络暴力和个人威胁 江金云继续调查 并曝光了更多明星的不当行为 他们的努力引发了关于娱乐行业权力滥用和女性保护的广泛讨论 尽管面临巨大压力 江金云表示他没有遗憾 并希望他们的工作能警醒更多人 南华早报 澳门作家监律师Henrik de Senna Fernandez 1923 在澳门的文学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的作品大多是自传题小说和短篇故事 生动地描绘了他年轻时代的澳门 这个当时被遗忘的葡萄牙小镇 在中国海岸上的景象 气味 声音和感觉 他的写作探讨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生活 这些故事由一个来自长期定居澳门的本地家里 足得年轻澳门人观察而来 他Fernandez的家族在他出生时 已经在澳门生活了两个多世纪 他笔下的澳门 葡萄牙移民和中国居民之间的交织与互动 是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他的小说《迷人的四年》中 Sanna Fernandez描绘了一位名叫阿冷的美丽卖水女 反映了当时这座城市 缺乏稳定供水的艰难生活 这些故事中 他动情地写到 媚仔的生活和挣扎 这些女孩被贫困的父母卖为奴隶 这是他成长时代的常见现象 日经亚洲 香港最受欢迎的男子组合之一 MIRROR在扩展影响力的同时 努力保持其本地魅力 这在北京推动香港与内地文化融合的背景下 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2022年4月的最后一天 数千名粉丝聚集在铜锣湾购物区 庆祝MIRROR成员江涛的生日 这个12人组合于2018年通过 本地电视台VU TV的选秀节目成立 被称为香港个偶像 通过与本地粉丝的积极互动和重新振兴曾经流行 但已经衰落的粤语流行音乐而获得认可 MIRROR的成员远离政治 但他们的公司VU TV被视为挑战 长期被标在亲中的香港电视台TVB MIRROR的成功被认为是香港文化身份的一部分 这在2019年大规模抗议活动后变得更加重要 这个组合的成功不仅仅是运气或市场操作的结果 而是他们与本地粉丝建立了强烈的情感联系 南华早报 在冬日的潮汐上升时 成群的水鸟聚集在逐渐消失的泥潭上 香港的迷谱湿地再次面临威胁 这个鸟类天堂曾经面临过许多过去的战斗 尽管没有特别许可证 你仍可以在附近的鱼塘区域欣赏鸟类生活 这些湿地包括泥潭、红树林和鱼塘 这些都是香港和深圳共享的湿地复合体的一部分 全球的朝间代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类的改造 特别是为了农业、水产养殖和定居点创造新土地 根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和詹姆斯库克大学的研究 全球朝间代在1984年至2016年间失去了16%的面积 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变化尤为显著 珠江三角洲的自然海岸线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从136.91公里锐减到15、17公里 这些变化使得迷谱湿地的生存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面临许多挑战和开发压力 弥谱湿地仍然是国际重要湿地 并且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政府为稳定房地产市场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 显示出领导层在第三次全会前重建经济信心的决心 中央银行提供数千亿元资金 放宽按揭规则 地方政府被鼓励购买未售出房屋 这些举措被观察家称为十年来最大胆的行动 旨在应对房地产市场低迷 副总理何立峰强调 房地产是常对社会健康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呼吁官员们解决未完成的住房项目 帮助消化过剩库存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提供3000亿元便宜贷款 帮助国有企业购买未售出房屋 并放宽首付规则和降低按揭利率 房地产行业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如今成为经济复苏的拖累 分析师认为 第三次全会可能会强调工业政策和新生产力 并可能设立机构来收购库存 为开发商引导资金流动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 平均年龄仅为29岁 这为澳大利亚提供了财务机遇 印度的信任消费正在改变 受益于年轻一代和富裕人口的健康意识 进口商拉朱巴蒂亚表示 随着经济增长和可支配收入增加 印度的中产阶级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 从3亿增加到6亿 这推动了信任消费的增长 巴蒂亚的家族自1887年以来 一直从事香料和坚果销售 她是澳大利亚信任的首批进口商之一 如今成为最大的进口商之一 她的女儿艾什瓦利亚巴蒂亚创立了一条零食线 销售至全国30个城市 迎合了健康意识强的Z时代 随着印度咖啡文化的兴起 杏仁奶等无乳制品的需求也在增加 澳大利亚最大的杏仁生产商之一 Select Harvest计划通过加工食品 进一步打入印度市场 新贸易协议使澳大利亚信任关税减半 出口量创记录 预计到2025年 信任的农场门价值将达到10亿美元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疫情后首次访问欧洲 取得了重要的财务协议 但未解决中欧关系的长期挑战 在法国 习近平与总统马克龙 共同呼吁巴黎奥运会的奥林匹克休战 显示出和平的姿态 在塞尔维亚 习近平会见了友好的总统武器旗 推动了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在内的经济合作 在匈牙利 习近平和总理奥尔班赞扬了两国的经济关系 但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联系 并未解决中国与欧盟的长期问题 奥尔班在欧洲领导人中名声不佳 其政府被视为威权主义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与奥尔班的联系可能损害中国在欧洲的形象 随着欧盟外政策决策过程 从一致同意转向合格多数投票 匈牙利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少 习近平在欧洲的访问处理得当 但中国的长期战略姿态是否合适 人需质疑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f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